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来到你所不知道的戏源讲座 那我们这次来探讨StringIO EOF 还有例外处理 那这三个词呢乍看之下好像是没什么观点嘛 就像你写程式的时候常会看到EOF 然后呢 你可能会知道说 像F PrintF 这一系列的IO操作 我们称为叫做StringIO 那StringIO 它意味着就是有缓冲区的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知道有例外处理 那当然就是写程式会有各式各样的例外会发生 比方说像我们今天这个讲座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这个讲座进行之前呢 刚好在戏管 就是没多久之前 戏管就有一个火灾警报 那火灾警报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 然后呢终于在我们上线前 几分钟终于停下来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可以继续下去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呢 这个在正式情况下 这样的这个例外处理真的蛮多的 你刚刚提到的这种火灾事情 其实它没有真的发生 很可能是来自感测器啦 或者说来自一些失误 当然也可能是一些 可能感测器没有失误 可能是有人在感测器所及的范围内抽烟 然后引起这个感测器做了误判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些写程式呢 其实要考虑到这么多议题 然后呢这些议题之间 就是我们这样讲 例外处理啦 然后StringIO啦 其实它彼此之间是有些很微妙的关系 那么这次讲座就想跟大家来谈一谈 好 然后呢在这个进行前呢 我们来先来想一下 就是说在UNIS的设计哲学里面 又有一个很经典的东西 就是讲做 Everything is Applied 那顾名实际就是说 UNIS里面把绝大多数的资源 都把它试做成档案的 档案的方式来存在 那当然这边也有一些例外 就是说像这个BSD Stocking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说你BSD Stocking 还是可以用Open 还是可以Close 但是就是说它的Read Write 有这样的操作 但是在这之前 你需要做一些状态设定 那如果扣掉这种BSD Stocking以外呢 你会看到说 我刚才提到这些资源 然后你可以去想什么资源呢 比方说儲存空间 比方说记忆体 就是我讲就是主记忆体 然后你可以想说这些设备 什么叫设备呢 就是说你想就是说 像这个手机 手机的话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个萤幕 这个萤幕 你可能这样直着摆 也可能横着摆 不管是直着摆 横着摆 然后其实这个萤幕 它其实会对应到一段记忆体 那么你可能知道这个词 叫做记忆体映射 Memium Map 然后Memium Map完之后呢 它本质上也是对一个档案 去做这个 做这个记忆体映射 这个档案是什么呢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 在Linux上有个东西叫 frame buffer frame buffer device 就是frame buffer 就这样 frame buffer device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 就是本质上它做什么事情呢 它就是一个 它又是一个抽象层 它抽象是什么呢 它抽象的是说你所看到的画面 比如说像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实际上在最终想要显示的东西 是像这个画面中的这些齿轮 这些齿轮它肯定要显示 肯定要显示在某些区域 什么区域呢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萤幕啦 或者说它可能是透过一些投影 那不管它从哪里 哪里开始 一定有一个用来描述的一个 装置驱动程式 来控制的这个硬体周边的这些 装置驱动程式 然后呢 在UNIS的哲学里面呢 它就会变成对应到一个档案 所以在Linux上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 FrameBufferDevice 好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UNIS 针对这个IO处理呢 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 会有一个 我送给叫做 LowLabelIO 顾名师就是说 这些IO操作是很低接的 那这个低接的就是说 我做 读取 我做写录 就是我要读一个byte 要写一个byte 或者说 你要 可能不是一个byte 可能是多一点 比方说16个byte 读16个byte 写16个byte 那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操作呢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说 当我下这个 请求 我们做一个程式嘛 就是一个所谓的User Program 我的User Program 如果对作为熊做的请求 然后作为系统呢 当然会有些延迟 但是作为熊呢 就会去受理你的请求 当然也可能会有些失败状况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这个 LowLabelIO呢 它通常呢就是 系统呼叫的一个包装 等一下我们会再重新讲一下 什么叫系统呼叫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这样的LowLabelIO 它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去思考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印出字源 好像画面中看到这个 有很多字 好像刚刚标出出来这个 Everything is a fire 那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一个字串是很长的 就是说 你想想说我今天要输出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字串到萤幕上 那可是呢 萤幕往往它可视区域是很有限的 比方说你看这份共笔 这份共笔呢 其实你看我们一直转到下面 它其实是很多 很多材料的 但是 你一次能够看的只有一个区域 对吧 然后 所以如果说呢 我每次写入资料的时候 都是写入这样 就是说 我把假设我这个总共的 资源总量是100万个 那我就把100万资源写进去了 其实往往这个时候是 是很没有效益的 毕竟人们关注一点 其实只有这一部分 那有没有可能说呢 我们呢 不急着 把这个 把这个 要写的资算把它 把它直接输出到的Io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这些 周边装置 不管是这个 萤幕啦 或者说这些网路啦 或者 以及这种 像是用印表机把印出来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慢的 那既然这些Io都这么慢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就不要急着 去让它输出到的Io装置 我先找一个地方缓充下来 我觉得我如果机体 主机体空间够的话呢 我先把它缓充下来 那缓充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 对应的时间 适当的时间 我再把它输出 那你可以想象说 这样的一个具备有缓充的 不管是读取有缓充 写入也有缓充 就是不管写入有缓充 读取也有缓充 那 所以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读取写入 都各自有缓充的这个机制呢 我们通常叫做String Io 然后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那个 在西原的术语来讲 String Io它就意味着 它是有缓充去的 好 然后我们在 所以就是 有别于这个 由作用提供的 作用的 系统互交那种层面的 一般来说 系统互交我们提供的是 Low Level Io 然后呢 像西原的标准韩式库 会把它包装起来 把这些第一阶的Io包装成 具备有缓充 具备有些 状态控制的一些 呃 Function 好 那我们就称为叫做 String Io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 String这个字呢 你如果去查询英文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个字会有一个 跟它很像的 是叫River 就是这个河流 但是我们要去区分一下 我们讲River呢 是讲大河 就是说 像以前有一部电影 叫做大河链 我是在高中 不知不觉 过了二十几年 就是说 在我二十几年高中的时候 就是看过那部电影 那我觉得很感动 那注意到 那我们讲的是River 就是大河 然后呢 String是什么呢 String呢 是讲这种 涓涓涓流 就是 男性朋友都比较熟了 就是 你每天都有涓涓涓流 就是 你去厕所的时候 就会有涓涓涓流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男生的这个 去厕所的时候 那个涓涓涓流 其实也不多细啦 就是说 他其实重点不是说 你排多少量 而是说 他的方向 对不对 就是你有个方向 比如说这个前面是那个马桶 小便斗 这是你的方向 那你会有个起点 会有个方向 然后呢 但是呢 你真正什么时候呢 去行使这个动作 其实是要看 实际 对吧 比方说 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座 你可能就觉得 我稍微再忍耐一下 晚一点 中间空档的时候 我再去这个厕所 当然有可能是 有点 就是 觉得有点急了 英文里面有句话叫什么 叫做 Nature Cosmic 就是说 这个大自然在召唤我 就是讲座上厕所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要搞清楚两个字 一个叫String 就讲这种圈圈气流 好 这个它 它还是有个明确方向 好 那Liver就不一样 Liver是一个大河 那大河基本上是我们很难去描述它的 我们不会直接去描述说一个大河里面 只是用河流的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大河里面 它其实河流方向是很复杂 它里面可能还有一种漩涡 它可能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起伏 所以它不会只是永远每一个 如果你去看水分子 它不会永远每一个水分子都是往前 不会 但是注意到 在String I.O.里面 我可以先假设这件事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圈圈气流 就是反正 我不会有什么漩涡 反正我通过到底是这样 我有个指定的方向 就是 从起点到终点 或者是当然有反过来 是从终点返回到起点 那这些东西都是 这就是所谓的String I.O. 所以再讲一次 String I.O.在意的地方是 它会有明确的状态 比方说它的状态叫做输出 它的状态叫输入 然后呢 它会有明确的起点 明确的终点 也就是说我的起始是什么 比方说我的起点是 主记忆体 就是我想要把主记忆体里面 保存的某一段记忆体位置 输出到 比方说画面 就是中断机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就是中断机 所以比方说我打一个命令 比方印出这个KernelMessage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印出KernelMessage 然后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 所有的这个资源 虽然你看不懂 没关系 反正你知道一件事 这是什么 这是从这个Joyersion 去提供的一个讯息 这个就是输出 它输出到中断机 然后呢 我们称这样的东西 就叫做StringIO 好 然后这个StringIO 我们刚才提过它其实是有缓冲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呢 我们不会急着 急着输出 我们可能会先在某个地方先缓冲 那通理就是说我输出的时候有缓冲 那我输入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有对应的这个缓冲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呃 这个 在StringIO里面呢 基本上它是西语言里面非常特别的地方 西语言的这个设计呢 跟它的这个前身 就是你可以 也许你听过这个像 Argo Argo60 那Argo60呢 这个 这个 60就表示它是1960年代这个程式语言 然后 这个 这个语言呢 在 在 现代来说的话 它 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就是你现在看过这个 西语言 那西语言的前身叫B元 那B元的前身叫BCPL 那BCPL的前身叫做CPL 然后除了这个 这个 从西语言 B元 BCPL CPL 以外呢 像Pascal SIMLA 这些程式语言呢 其实你可以去追溯 它可以追溯到这个Argo60 那Argo60后继有这个Argo68 ArgoW 那不过后面这个版本呢 就显然加了很多 在发展上有些 有些 失控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Argo60呢 它创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 建立这个 尝试去建立标准化 虽然 虽然被撤销 但是呢 它背后的这个 思考很关键 像这个Argo60呢 在发展的时候呢 甚至提出什么 比方说有 区域的变数 痊愈的变数 然后还有什么像地毁 然后甚至有这个BNF 这个 如果你有修过编译器的课程的朋友就知道 希望 它是一个明确去定义这个程式语言 但你要知道一个有趣的地方是 这是在1960年提出来的 可是呢 世界上最早的程式语言呢 远远在 1960之前就发生了 就是你可以追溯到的这个程式语言可以追溯到1952年 好 然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 你看到就是 你现在学编辑器的时候 很可能就从BNF开始学 对吧 就是说我怎么去描述这个程式语言语法描述成 怎么去解读程式语言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这件事实在1960之后才广泛被提出来 也就是说 人类呢 在1950年代 其实呢 很多时候是凭感觉去设计程式语言的 好 那与其说Ping感觉 跟Ping感觉来说是说边看边走 好 然后这个Argo60呢 其实对 西语言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其中一个影响是什么 就是IO 好 怎么说呢 就是 西语言的前称叫B语言 好 然后B语言的前称叫BCPO 那这个有很重要的设计就是说呢 从BCPO开始以后 这个程式语言的设计 把IO是 搬离出去的 好再讲一下 就是有些程式语言比方说这个B语言 我们知道B语言的这个发展很早 它其实比西语言还早 西语言是在1970年代 那这B语言在1960年代就存在 然后 像B语言啦 Cobo啦 或者说很多这个相似的语言 比方说这个 不是相似的 就是比较 古老的程式语言 可以讲一下 像B语言 Fortune Cobo 这些东西在1970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 就是说1960年代就是很广泛去使用 那刚才讲这三个程式语言都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把这个IO 把它当做这个程式语言的部分 这个其实本质上不算 严格来说不是很严重 很严重问题 但是问题是IO型来变化很多 当时我会去定义说 像那个Batch 它会有这个Input 跟Output 那这个Input跟Output 对应到什么 比方说键盘的输入 那说输出什么 比方说输出到 刚刚看到的 像那个中端机 好像画面看到这样的东西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萤幕 可能是一个中端机 可能是一个中端机 可能是一个中端机模拟程式 不管它就叫输出 但是也可能输出到什么 输出到VG的画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像是Batch 这样的程式语言来讲话 它光是要与时俱进就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程式语言的核心的地方 是把这些输入跟输出 是纳入进来 但是这个输入跟输出变化很大 比方你去思考一件事 你今天看到的萤幕 手机萤幕是很大的 对吧 可是你要想想看 你想想看你十年前用的手机萤幕 是什么 什么多大画面 很可能就是它的解析度就是 17 176 x 220 这种解析度 你可以想想看176 x 220的时候 你光是显示 通讯录 通讯录就差不多可以显示完了 以前你可以想想看 十几年前你用的手机 其实通讯录都有限制的 像以前都规定不能超过2000笔 其实500D就很多了 500D很多时候软体就已经处理 手机软体可能就处理不完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这个西语言设计来讲 IO其实是一个选择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在标准化的过程中 我们会有标准函式库 但这个标准函式库呢 跟西语言编译器的实作者 要不要采纳的 其实是某个角度来讲 它是可以选择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printf GateCHAR 看起来很常见的东西 但是它是属于标准 其实你在应用场合来讲 可以适度的不去实作这部分 或者说只提供 使用一部分 那只要能够清楚标注出来就好 那这样的好处呢 让西语言可以很容易的 在不同的环境下去试用 当然它有一个很显著的缺点 这个显著的缺点就是说 它其实在IO处理量就会比较费神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 你这个 你的IO 像刚才提到那种手机 手机来讲的话 你今天要在这么大的 这么大解析度的这个手机上 显示这个字串 就合理一点 但是在早些来讲 你要想像说 那种解析度很小的手机 要上面显示printf 该怎么显示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所以往往的不是透过这个 手机里面去显示的 我们是透过什么显示的 我们是透过一些 比方说一些中端进步模型程式 或者是一个diagnosis的tool 像这样的方式去显示的 所以这导致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说 你必须要因地之影 这也是在细缘 尤其是应用在前路式行动的时候 很麻烦的一环 那在讲这个IO的时候 我们来讲 这边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带着大家来导读 这个文章跟你介绍什么 就是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 以及标准错误 这些的string 注意这样 这个圈圈细流 叫string 就跟大家讲 它是有起点 终点 然后有明确方向 这个东西叫做string 好 那这篇文章很有趣 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 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跟你讲什么呢 就是说它跟你讲到几个 几个 你可能接触到units的时候 会看到这些词 比如pipe fork duplicate 这个东西就是dup 是你的duplicate 就是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副本 然后呢 所以这类东西呢 它的这个输入 输出的流程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个带着大家来看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的也是 学习西元 真的很麻烦的地方 因为很多程式员呢 他会 你其实不用这么 真的很了解这些程式员的运作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东西出来 比方说这个 我们想那个web 很多人就会说 宣称他的懂这个javascript 其实 与其说他懂javascript 不如说 他知道如何拿现有程式码 去重新组装 重组 这ok 好的吧 这样做已经很了不起 这样已经满足很多需求了 但是距离了解程式语言 其实是两码事 就是说 一个是在既有的框架 就是这样 有点像说 总是有人可以去修改一个小说嘛 修改别人的著作 对不对 像那个中华民国 所以说 长期来讲的话 就是戒引时代 其实就很多这种技能的 做什么事 就是去 去改一些书码 像说这个金庸先生 有些著作可能 在这个 有些 暗示意味 那可是呢 金庸的著作很红嘛 所以人们都会想看金庸著作怎么办呢 所以就会有人 去改作 改作 把它改一改 改得比较 比较不那么敏感 或者说 明明在讲这个伟小宝 但是就把它改成什么 什么方大同学 改成谁 改成不同名字 然后总之呢 这个东西叫什么 改作 所以注意到 这个改作呢 显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至少在戒引那个年代 改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才能让这个著作 有限度的去发表 但是呢 叫你呢 从零到尾去开发一个 写一本小说 开发一个这样故事结果 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事 的状况 注意到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件事 但是呢 你看哦 如果说你有能力去组织一本小说 组织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依据这个像这个汉学啊 汉字啊 还有背后这些渊源 那如果说你有办法做这一步的时候呢 对这个整个语言的掌握 就更全面了 就不是只是改作 当然改作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的改作跟不好的改作 还是有 还是有这个天大的差别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西元来讲的话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往往呢我们 我们会用框架 就是各式这样的开发框架 好像 像比较多人在 Linx kernel里面 Linx kernel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框架 但是 往往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 必须要在这个语言层面 知道出它的这个取舍 像刚刚讲的 IO就是这个 就是刚刚提到 西元层面 其实它是没有去 涉及到IO的 那至于IO怎么做呢 西元本身只提供一个 比较大的框架 这个框架叫做 标准还是酷的框架 那这个距离 这个标准还是酷的框架里面 个别行为到底怎样会回事呢 其实西元本身 它是没有去 特别去定义的 这个东西就是保留给 编译器开发者 还有这个 底层作用 要怎么去衔接 这是留给这个 厂商 或者说由这个编译器平台提供者去做的 所以这导致呢 在西元的课程呢 其实真的很麻烦 西语言也好 西加价也好 这种东西就是 无可避免的遇到这种事 所以往往呢 你要嘛就是 教更高阶的东西 比方说 你教西加价 然后搭配Q等 搭配QT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应用开发框架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不用直接去接触到 语言本身内涵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不依赖这些框架 或者说这个框架本身 它有一些限制 导致说你可能要去扩充的话呢 对不起 那你就要搞懂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就要搞懂这个 各式各样输入 输入 输出 甚至它搭配的一个行为 那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呢 虽然我们一直讲Unix 但其实呢 真正Unix 它其实停滞了一段时间 就是说 像BailLab BailLab是Unix的这个起源地 但是Unix今天 真正发扬光大 其实不是在贝尔实验室 而是在很多地方 那更正确的说法 是这些Unix-like 那哪些作用是叫Unix-like 比方说你知道 你每天用手机 它是Unix-like的 Linux 那你可能用那个 MacBook MacBook是那个 Apple公司 开发的这个产品 它是一个 内建MacOS的 内建MacOS 内建MacOS 做一种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软 软一体这个杰作 然后 所以这里面呢 显然它也是一个什么 类似Unix 然后好玩 就是说呢 Windows 在某个角度想 Microsoft Windows 在某个角度想 它也是Windows-like 所以它like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像在哪 比方说 在Windows上也有Pipe 而且很早的版本就有Pipe 就是说 在Windows出来之前的DOS 它就有Pipe 然后呢 它也可以做Io的导向 然后呢 在这里面来讲 甚至这个 甚至这个PADIS 的一些规范 其实在这个 Microsoft Windows 尤其在Windows NT之后呢 其实获得一个 很大的一个改善 那 所以我们今天去想 我们讲的西云呢 其实呢 它最早用途是开发Unix 那可是呢 今天 纯正的Unix 其实是没有人用的 就是今天 几乎没有人在用 这个纯正的Unix 那人们用的东西都是 类似Unix的系统 而且呢 它经过大量的这个 扩充 经过不同的这个 应用场景去做调整 然后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了解 这个Unix的概念 因为毕竟 现在你看到很多 主流的作用 它是从 取进了很多Unix的概念 所以 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 你要懂Unix 我们这样子 懂Unix 并不是去懂 纯正Unix 而是懂说 当初Unix的一些 哲学 一些思考的逻辑 它是如何影响到 后进的这些 包括说Linux VBSD MacOS 甚至包括 Microsoft Windows 这样的 这样一系列作用 它是怎么受到 Unix的影响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样发展 第一个呢 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File Descripture 注意到就是说 在Unix的世界上呢 有很多Descripture 但是Descripture 它 这东西呢 很难翻译 很难翻译 所以我们就姑且先把它翻译成这个叫做 描述值 就是说 顾名师就是 有描述 然后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翻个字 你知道在这个中文来讲 其实也蛮奇怪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翻译加字 你讲桌很奇怪 那叫桌子 那宜 加椅子 反正就是当做东西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到 这什么叫File Descripture 它其实就是说 我今天讲这个桌子 椅子 我如果要一开始 清楚描述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吧 就是说 像你家的桌子 跟我家的桌子 不太可能一模一样 一样的话 反正 我们的老婆婆 先生们会很 会很纳闷 怎么会有一样的东西 好 所以就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你家的桌子 我家的桌子 你家的椅子 我家的椅子 基本上 不太可能会一模一样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都是用桌子椅子 这样的东西去描述 桌子椅子 电视 所以你看 我们刚讲的东西 桌子椅子 电视 你家的桌子椅子 电视 我家的桌子椅子 电视 其实绝大多数 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呢 我们在家里面 还是可以描述 而且不会受到冲突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场景 跟我的场景不同 在我的场景也好 在你的场景也好 我们讲桌子椅子 电视 只要怎样 只要在一个场域 可以区分就可以 然后呢 UNIS 对于这个资源的管理 也是这个逻辑 就是说呢 我今天打开一个档案 它的档名可能叫A 下一个档案可能叫B 但是我 其实我一开始 不这样子去描述 我就是把它标成像桌子 椅子 鞋子 反正就是说 我没有一个通用的东西 来描述 然后注意到呢 在UNIS来讲的话 Five Discreate 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而且数字的长度不宽 它很可能就是 比方说 30万元的宽度 那你想 这些是有点怪啊 你看 你直接去思考 你看 既然UNIS把任何东西 都当作一个档案 那任何东西都当作档案了 所以包含说 主机体是档案 然后出存问题是档案 网络上是档案 所以你可以想看 这个资源有这么多 那我只用30欧元的 这个Descreate 够描述吗 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所以再讲一次 在UNIS的设计逻辑 逻辑里面说 这个Five Discreate 它本上它是对应到 一组数字 可这个数字呢 跟真正的资源呢 它其实不需要说是这个 很严格的一对一的关联 也就 也就是说呢 它只是一个 你可以讲到说 就像抽号码牌一样 你去银行来讲话 银行 从早上 9点开 到下午3点半 那这样营业的时间内 它只要能够区分 一个号码 跟另外一个号码 不要冲突 不要冲突就好 它其实没有说 这个号码本身 一定要能够代表谁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个 我们讲这个Five Discreate 其实比较像银行的 这个 你去银行办事的时候呢 这个什么 抽到号码牌 好 所以呢 注意到呢 真正我们在这个 读档案 写档案 其实在UNIS的设计 的哲学来讲话呢 我们其实就是超出 刚才讲的一张号码牌 好 所以 整件事就很好玩 在这个号码牌里面呢 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号码牌 它是被保留 也就是说 一般的号码牌 可能会一直 就照号码一直跳 但是我们把某些号码牌 保留起来 那其中呢 就会有个号码牌 叫做 标准输入 在这个缩写来讲叫做什么 SDDIN 然后还有标准输出 SDDOUT 以及标准处 这三个东西呢 是被保留下来的 但是其他地方呢 就是这样 其他就是用一个数字的方式存在 然后呢 呃 因为刚刚提到 FiveDescript的Butt 本上是数字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它 对应到 标准输入是0 标准输出是1 标准错误是2 好 然后呢 每一个process 有个表格 所以注意点 我刚刚不是有提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 刚刚不是有提到 你家会有桌子椅子 鞋子 电视 我家也有 那你家跟我家就是各自有 有什么 有process 所以你家的对应 跟我家的对应是不同的 那为什么你跟我不会打架 因为在unit 每一个process 都是一个什么 独立的address space 好 既然有独立的address space 他们定值 看的东西都不同 所以 在这个场域中 我只要能够区分 我今天叫一个 比方说叫小花 我知道 我家讲小花 讲的是一只狗 那你家小花呢 可能就是什么 可能是一只猫 或是 或是一台电脑 对不对 反正你有办法做一个对应 好 那所以整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你发现说 这个 用这个技巧巧妙的解决一个资源对应的问题 好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unit用这个手段之前 就是 用这个fire descriptor这个手段之前 做一种设计者 他可是穷建脑筋去想 我要怎么去描述这些资源 所以在早期来讲的话呢 每次的那个开档 读档 写档都很麻烦 就是说 在fire descriptor出来之前 每次开档读档写档 都要明确的去指出 硬体上 他对应的地址在哪里 好 你就想像说 我今天去 打开一个档案的时候 我要指定个档名 我关闭档案的时候 我要指定个档名 我写入档案的时候呢 我要指定个档名 你看 光是描述档案就很麻烦了 那更麻烦的是说 在早期的系统来讲的话呢 他甚至不是用档名的 他是用个地址 所以你想这个地址很长的 所以这个一般人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 unit提出这样的逻辑 这样一个设计的方法之后呢 就变得很单纯 每一个process有独立的表格 去对应到这个数字 刚刚讲过 不管用32位元呢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宽度 去描述的这个数字 反正我只要把这个 descript本质上的一个数字 对应到真正资源 我建立这个表格 然后每一个process的表格 是独立的 不会打架 这样就OK了 但是呢 这个表格里面呢 会有这个012 都是共同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process看到的标准输入 是编号 编号是0 那标准输出编号是1 那标准输入编号是2 这样的东西是固定的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这个 刚刚讲这个012 就是标准输入输出错误 这三个呢 是不需要开档 但是呢 注意到其他东西呢 是需要开档 所以你在使用个资源的时候 比方说 你要使用网络资源的时候 你要去开档 你要使用这个出存空间的时候 你要去开档 那当然开完档呢 就要记得怎样 在不用的时候 把它释放回来 就这样是 叫做 叫做关闭 然后呢 接着我们讲一个东西 叫做资料流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画面中这个图呢 就有点趣味了 就是说 你很显然看到什么呢 看到说这个 左边是个键盘 所以键盘当做什么 当做输入 然后呢 这个荧幕呢 这个 正确说法是终端辑 不是荧幕 就是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差别 你看到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画面中来讲 有黑色的底 白色的质 然后 听一个朋友说 就是说 聘雇工程师 有一个很 一个很容易的依据 就是 要求他打开他的这个 笔记型电脑 看他的配色 就是 如果对电脑比较有投入的人 可能会去改配色 那如果说 不改配色 用预设 白色底 就开始就能怀疑 这个人到底会写程式 这是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可情度有多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printf 讲这些hardware 这些这个输出也好 它其实呢 不是输出到萤幕 正确说法是输出到什么 到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终端机 注意到 这个东西其实是终端机 更好的说法叫做终端机模拟程式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讲这个VGA也好啦 讲这个什么显示卡也好啦 讲这个萤幕也好 它就是一个实体的装置 那至于这个实体的装置上呢 要怎么去显示这些图样 而且让人会有兴趣 这显然是需要软体去介入 可是呢 好问题要用什么呢 对我们来讲话呢 其实我们 与其说呢 我们在意这个萤幕 不如说我们在意里面的资讯 对吧 就这样上面都看到这个 像16进卫的00FF 这是我们在意的资讯 那这个资讯呢 到底要怎么去显示 它要透过这个 小的萤幕去显示 透过大的萤幕去显示 甚至它是通过网路 再传递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显示 都有可能 但是不管用什么方式传递 人们永远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这些信息本身 它背后的意义 这是人们在意的事情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严格的 把这个终端这个样的画面 这种东西 其实叫做终端去模拟程式 注意到 我们只要讲模拟 它在模拟什么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早期的电脑 它是会有去分主机的 就是主机跟 可以让你要打字的地方 我们称为叫teletype tel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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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注意到 在这个英文里面 这个英文里面 那个telor 这个字 就是那个t-l-e 这个telor里面 这个字呢 其实它是有远的意思 就是这个tel 像这个telephone 对不对 telephony 就是远距的通讯 好 好 所以这个 在早期呢 有个东西叫做 叫做 teletyper 然后或者叫做 tel 就是 teletype writer 这个东西缩写叫tty 然后 如果你有去看 Bail Lab 早期的一些照片 比方说 Ken Thomas跟Dennis Rich 那早年 你发现说 他们的合照 其实它没有 他们是没有 没有你 你意识中的那些萤幕 比方说 这个 Ken Thompson 就是以前不是这个照片吗 就是讲 Ken Thompson跟Dennis Rich 对不对 好 你认真看这个东西 好 这个是在什么 这标题上有写 UNIS诞生之处 其实在Bail Lab 好 然后呢 Ken Thompson在哪里 Ken Thompson在底下这个 Ken Thompson比较年轻 然后就是 年轻人要去写程式 Dennis Rich 一副就是长者模样 长者风范 就是指导 Ken Thompson写程式 好 那你有发现一件事 后面这显然叫主机 对吧 叫电脑主机 所以这里面什么CPU 什么储存空间 什么主机体 都在里面 这没什么意外 可是你有没有想 觉得奇怪 萤幕在哪里 对吧 这个萤幕在哪里 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呢 对 它就是每萤幕 因为说每萤幕要怎么写程式 搞屁啊 这个怎么写程式 这件事注意到 所以这时候呢 就要搬出一个厉害的东西 叫什么 刚刚讲的 Telor Type 所以也就是说呢 早期在没有萤幕的时候 你知道萤幕很贵的 就是所以呢 它是怎样呢 它可以让你按键盘 所以注意到 它是可以按键盘的 然后按了键盘之后呢 它可以把那个字把它印出来 所以注意到 这个Telor Type 可以把它印出来 所以 它就是印在纸上 你说那早年写程式 是不是要用到很多纸 对 没错 要印到很多纸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为什么把 画面中这样的东西 称为叫做 终端机模拟程式 是因为你要知道 以前早期的电脑 就是这样用的 再给你看下 早期你要怎么用 早期的就是这样用的 就是 就是说呢 我们实际上呢 主机是放在 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本地的时候呢 是用一个相对便宜很多东西 叫做Telor Type Telor Type Writer 这样 TTY 我用这样 TTY 去下达我的命令 去截取呢 最终的输出 所以比方说最后 会印出Hello World的话 那就是上面印出来 然后 所以呢 这中间其实是什么 一来一往 好 然后我们今天呢 在现在的电脑呢 当然就心里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运算很强 而且我们现在画面很大 然后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一来一往 这么复杂的过程 对不对 往往就这样 就直接在同一台机器上去显示 不用区分说 一个打字机 一个电传机 电传仪表机 然后跟这个主机 我不用去这样区分 但是我们 尽管我们现在的电脑不需要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把 用这样的行为去模拟什么 过去的大量主机 我们称为叫什么 中端机模拟程式 所以注意到哈 这个是有梗的哈 然后依据刚刚那个 这样的一个情境里 发现有什么事情 就是说 我们打字 不管是透过这个PC的keyboard PC键盘 那也可能透过刚刚讲的那个TTY 这个怎么能输入 然后呢 输出的时候呢 有可能输出到椰木 有可能输出到刚刚讲的TTY 或者说中端机的模拟程式 所以比方说 以这个画面来说的话 这个就很有趣 大家看到 比如说 像我现在在Mac上 那我现在 沿线连到一台Linux 可是我在Linux可以显示 所以我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中端机模拟程式 把这个什么 把Linux实际上显示的资讯 这台电脑 显然是放在很远的地方 对 至少不是在我这台主机上 我这台电脑目前运作的Mac OS 但是我透过这个 网络连线连到某一台机器上之后呢 我透过TTY 把这样的资讯接取出来 然后就把它这个资讯显示出来 然后我除了显示以外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输入密令 就好像 就好像我坐在电脑前面一样 但是实际上刚刚讲的 这台 这台Linux的机器 其实是在相对远的地方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去存取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就是刚刚讲的Stream 这个东西 捐捐细九它的意义所在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在于说呢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资讯流向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哦 我们刚才打字 对吧 然后呢 中间怎么样 处理 处理这个命令 处理这些操作 然后最终呢 我把它输出到什么 输出到这些中央计模型程式 就是出到这个萤幕 好 所以呢 注意到呢 所以 真正我们在处理这个资料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Stream 它的流向 所以注意到 这个流向 这个东西很关键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一系列这个 Input Output 而且比方说这边做的东西在Output 但它会吃别的Input 那你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Input跟Output 再把它组合起来 就像积木一样这样组合起来 是可以的 那组合久了 有点像那个 你懂吧 有部电影叫做人形无功 如果你还没吃饭的话 就不要去查了 但你知道 人形无功它就是一个经典的东西 就是那个Input跟Output的观点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在Unis的一些很重要的逻辑 把这个处理 好 然后呢 建构在这样一个逻辑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好 比方说什么 一个输入 就是键盘 对不对 你在电脑上不会装一堆键盘 但没关系 我这个一个输入里面呢 它可以对应到好多个输出 可不可以做 可以 比方说呢 在画面中来讲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键盘打的东西 把它输出到标准输出 也可以把它导向到标准错误 所以有两个不同的stream 那接着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既然我有标准输出 我为什么还要标准错误 这个这个就有点有趣了 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你就把自己揣摩自己是在50年前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UNIS做益系统是在1969年发展的 然后距今刚好50年 所以你去想 如果是50年前的Ken Thompson 50年前的Dance Leach 那你要想我要怎么去开发做益系统 这时候就很有趣了 就是说如果呢 你每次要显示一些什么错误讯息 显示系统系统状态的时候呢 你往往都是要把这些所有输出混杂在一起 就很困难 就想我系统中有好多个程式 在UNIS一开始设计就是多人多工的 那你就想 我这个多人多工的作业系统 我要输出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资源一口气的混杂在一起 那你要怎么区分 所以当时呢 人们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标准输出 跟标准错把区分开来 那你可以去屏蔽 比方说你可以要求标准输出的东西呢 暂时看不到 把它导向到一个像黑洞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DVNAR 你就想要说就是什么 它就像黑洞 那个东西只要导向到那边就不见了 所以比方说呢 标准输出呢 就会怎样 就导向那边去 那我就留下标准错误 就是顾名师就显示一些错误讯息 那同理 如果你的错误讯息 有一大堆会干扰到标准输出的时候怎么办 很简单 就把标准错误东西 把它导向到一个NOW 就画面中这个NOW 那我把它导向NOW之后呢 东西就干净了 就只有标准输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早期的 早期这个UNIS开发者的一些巧诗 它用这种方式去区隔这个资料分流 那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不是在UNIS才有 这在MARCUS的年代就有 就是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周围系统设计 注意到 这东西非常之经典 那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好 比方说呢 你去敲这样的一个命令 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一个LS这样的命令 那我就会把目前所在的这个目录的档案 或者说它的指目录把它形成出来 然后呢 你会看到我LS呢 就取的 我会先取这个清单嘛 那所以取的这个清单一定是放在记忆体某个地方 但是呢最后呢 你在荧幕上看得到 显然这样 它是有输出的 所以呢 我在LS这个程式一开始是一个什么 它是把这个资料放到缓冲区 之后呢 再把它这样 再把它输出 输出到什么 输出到我们最终的这个要看的区域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 以LS这个程式做示范嘛 就是它去取得目前所在目录的档案 以及指目录的这些资讯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里面这个资料 把它导向到 输出到这个萤幕上 这个标准的输出 这个是一个LS的操作 那当然啰嗦呢 我今天对它做这个操作 比方说这个MV 好 那我也来打MV 所以打MV的时候 不会出现那个MV 这个MV是Move的意思 好 然后呢 就是呢 呃 接下来讲一个有趣的东西 就是整个UNIS 一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 我可以做导向 我可以做这个 这些Stream之间的 就是转向 对 我把标准的输入 转向到标准的输出 然后呢 事实上呢 我会转向的时候 可以转向到某个程式里面去 这个程式呢 就已经强大了 比方说这个是什么 像这个 这样的程式叫做Sort Sort 这个东西呢 强大 好 你看哦 我Sort呢 对象是一个什么 是 好几行 就是一个文字的好几行 那我也可以这样呢 我也可以从标准输入去读 注意到这句话 就是说 我今天Sort的时候 是一个档案 但是呢 呃 如果没有档案的时候 或是这个档案的名字呢 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 就是一个 一个简号的时候呢 整件事好玩的 就是我就从标准 标准输入 来读取 好 所以你会想一件事说 我今天一个档案 不要说我随便用一个档案吧 这个档案 那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会有个档案叫做 叫做 呃 license 好 所以你看我这个去显示吧 这个license显然是吧 显然就是 去显然它就是license 对吧 就是这边叫做什么 不去license啊 对 好 那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Sort如果后面不加 不加名字的时候呢 它会从标准输入 好 所以你看到 我这个cat的时候呢 是输出 那我把这个输出呢 把它当作人家的输入 这个就是这个pipe 好 好 那整件事好玩的 这个顺序呢 就再给你看一次 看一次 这个顺序呢 就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 对不对 一开始来讲话 它有跟你讲出是某某license 就是最早的 就看起来每个东西又有条理 但是我就排序 比方说我就从这个支援 1223456789 就排序 然后这边排的时候呢 然后你就会看不太懂了 对不对 因为照支援嘛 这个9 然后这边都A开头了 然后A开头完之后呢 有B开头了 然后C开头 然后C开头之后呢 你可以去找 有朋友D开头E开头 对不对 所以想来什么 它就照这个去排序了 然后排序的时候呢 那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还可以说 我把那个每一行里面呢 重复出现的行数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再重新排序 那这样的内容就少一点 好 那你看这东西呢 它就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样的东西其实就是 就是pipe 所以你看这些是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当我这个一个输入 其实我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画面图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 我把重新转向这个redirection 这个东西呢 搭配什么 搭配一个程式去看 那注意到呢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可能早就懂了 对吧 你会觉得好无聊啊 我们也想学的东西在西语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那请问做一些我背后是怎么做的 好再讲一次 这些观念不难懂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从Dose时代就用过了 或者是Dose时啊 或者是其他作业形容 你其实都接触过 但是 这件事要怎么去落实 如果你是作业形容开发者 你怎么让这件事存在 你想要简单啊 我就是什么 就是 你说我 你说我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就是我每次呢 我这pipe的左右 就是 有一种简单的想法是 我pipe的左右 比方说pipe的左边叫cat 然后右边叫做unique 或是salt 那我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说 我先把我的输出都 都把它放到某个档案里面去 好 所以比方说我cat 就把它转向到一个档案叫做A 然后呢 unique再打开A这个档案 的时候不就解决问题了 好 可是问题呢 如果呢 左边那一端 它是变动的 就是说 它不是每一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就是 呃 它第一次跑会有这个内容 第二次跑会有这个内容 而且在pipe建立的时候 就是左右两端程式建立的时候 就是左右两端程式建立的时候 左边还是一直在程式新的资料 好 所以如果你想一件事 我把pipe左边的cat 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 read 那这时候呢 就很尴尬啊 对不对 就是说 read它可以一直从这个键盘里面 读取这个资源出来 那可是我想要对read来讲的话 一边做read一边做什么 一边做排序 可不可以 好 那刚刚那个奇迹就像什么 就像这个东西 好 我就去read 那 所以这件事呢 是 可不可以做 其实可以做的啊 比方说你看哦 我打个的sort sort我刚才讲 如果不起的话呢 就是 就从这个标准书来 好 所以比方说有个这个 就是 z x y 好 然后 a b c 然后呢 反过来顺序 1 2 9 3 对吧 结果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做标准 标准输出 那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诶 你可以按钮C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熟悉吧 但是你可以反过来 对吧 z s y 然后你可以按下一个什么 你按下一个 Ctrl z 诶 你发现好玩啊 这个什么 这个程式它就 暂停自行的 好 那这时候呢 我按fg呢 我打这个fg呢 它是一个 unis 在讲话的一个什么 一个job control 不错 所以它让这个sort 再度回到前景 1 2 3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好玩的状况是 我不管我输入这个 1 2 3啊 xyz啊 来讲话呢 我到底在什么时间点去排序 就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处理这个 这个IO动作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如果说呢我想要把这个输入的东西呢 让sort的去排序 那我必须要明确的去标注什么 标注说我该从哪里 从哪里去这个 呃 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去 去读取 什么时候时间点要开始处理资料 以及如果左边有变动的话 我的 我的右边的opt 我要怎么去做到这个更新 好所以比方说像这边 假设你一直打 像cherry啊 banana 那个apple 那我左边一直在更新 那我要怎么 就是我左边这个打字会一直打 那我要怎么让这个右边这个东西呢 会有 对应这个排序过的资料 这就是整个piper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piper这个系统呼叫 所以你看到 我们虽然今天在讲这个StreamIO 那 呃 其实与其说我们只讲这个StreamIO的概念 更别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讲 它这个东西怎么落实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你打开这个main page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很奇怪 好 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 第一个 这个piper呢 它的这个参数 这个写法很奇怪 就是说它有个东西叫pipeFD 你讲到FD 就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FD的全名就叫File Descriptor 对吧 就是说在这个unit的世界里面 都是这个 所以你看到只要FD都是File Descriptor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定是一个数字 好 那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趣的地方在说呢 我这个数字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阵列 然后这个阵列有 就是它不大不小 就是指定了就是两个单位 也就是两个整数 那这个两个整数呢 很好玩喔 两个整数呢 分别的嘛 分别去指向读取 跟写录一端 所以你会想说 我今天pipe建立的时候呢 会有一边是什么 是writer 一边是reader 那我就要有个机制呢 去通知这个reader跟writer 好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这个flag 这个就是说 我这边 读取写录到底要怎么回事 好 那注意到呢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特别去看main page 就是应该把养成好习惯 就是如果行之有余的话 就是说 请你的有空的时候 就看著main page 因为这个东西会改版的 像你看看它这一行 它可以讲说呢 Linus从3.4开始呢 这个flag又有新的flag 叫all redirect all redirect 不是 redirect 那所以刚刚说这个 我会有不同的模式 会不会这样 就是在不同的kernel 就会去指定 那甚至什么 到4.5的时候又有什么 诶这个东西又有改变了 好 那 这个东西呢 之所以这样子 这样设计呢 好玩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虽然pipe这个系统不这样的存在非常久了 这个大概也是在1970年代就出现的东西 但是 它背后有很多东西可以扩充 扩充的地方在哪里 主要就是 我左边跟右边 注意一下 这个pipe pipe的左边 跟pipe的右边 到底我具体要做什么事 而且说 因为 我其实打开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两个file description 它就是一个整数 但是这个整数 背后对应的资源 你是不懂的 注意一下 你是没有这概念的 所以我要去考虑到一些例外状况 比方说 左边是writer 右边是reader 那有没有可能 左边的writer 不再写东西了 也就是说 左边 writer 号称他要写东西了 那右边reader一直等 但是 左边writer 就没有写东西了 那reader要不要等下去 或者说呢 我可能遇到一个非预期的状况 我可能就是关档案 那我就是 我这个档案就是莫名其妙就被关掉了 那 这导致呢 我要去思考说 我这个 执行到一半 因为它可能是两个城市 这两个城市 可能有一个城市突然就没有运作了 一个城市就被人家砍掉了 他就是自己就离开了 导致说这样的pipe就不再是有效了 那可是呢 那 比方说 左边right 他不在城市 那右边呢 其实不该等下去 对吧 可是我右边来讲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这个资源把它释放掉 这个就是 因为我对应的flag 所以这个 是close on exit 就是说我今天怎么 我今天去设定我这样的一个资源去管理 那同理呢 后面也可以设定说 我这个 资料的处理 处理这个 像风暴一样 就是说 我可能有个顺序 我可能有个 我可能照着某种顺序去描述 还有去处理 这个东西都是 都要去特别去定义的 好 所以呢 可以刚刚提到这个pipe 其实就对应到画面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 这整件事就变得有趣了 就像人情无功的一样的这样出来 然后整件事就变得非常有趣了 所以比方说我sort的时候呢 一边是sort sort完之后呢 我可以去寻找 去grip 去看一下man page 所以grip也很好玩 你找寻个 从档案里面找寻个特定的样式 你可以从档案去找 但是呢 它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从标准输入来 你看那个这个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 加一个这个 简号的时候呢 就可以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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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输入来 好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组合 我把sort出来的结果 当做什么 当做grip的输入 这样就可以做到 所以其实就是 这一张命令 好 然后 注意到呢 这件事呢 要能够发生 其实比你想中的 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它其实涉及到 一个东西叫fork 就是说 其实我需要怎样 我需要去执行 新的城市 好 那我执行新的城市的时候呢 其实这件事本身呢 就很有趣 就是说 我这个新城市怎么来 很可能就从原本的城市 建立一个副本 我有个新的生活 就是你讲的 我今天从某个时间点 就是分家了 但是在之前 在分家之前 大家都是一个 都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在某个时间点 分家了 那分家的时候呢 我这个所有的格局 所有的布置 所有的行为 就像旧的家一样 只是从此人生走向不同的路 这样东西呢 就是fork 那好玩用的是什么呢 好玩是刚刚讲到的pipe 其实它 无可避免它会遇到这个fork 也就是说 我今天原本是一个城市在执行 在pipe出现之前 是一个城市执行 但是pipe出来之后 它一旦生效之后呢 其实就是我用原本的城市 当个副本 然后我建立一个新的城市 然后呢 我去载入另外一个执行档 比如说叫gip 所以你可以涉及到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fork 好 然后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fork呢 它的存在很重要 因为我这样成功 才能够去找到那些更新的资料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pipe呢 它不是实版版的 不是实版版说 我一个sort的结果把它输入到一个档案 然后另外一边再从这个档案把它读取出来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sort的过程会有新的资料会产生 那同理呢 另外一端 在更新的画面的时候也会什么 会有消耗速度问题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如果回想一下 这个东西跟什么东西有点像 跟这个生产者消费者的问题有点像 就是说左边呢 会有这个生产资料 右边呢会有消耗 那生产的速度 消耗的速度 本质上呢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一个机制去追踪 它的运作 只是说呢 UNIS来讲的话 透过一个很轻巧的方法去做 好 那底下呢就一个示范程式 这个东西很好玩 如果我就会 我建立一个 我就先怎样 就是程式行的时候呢 我就建立一个 照目前的样子 建立一个副本 那这个副本呢 一旦建立之后呢 它人生有个不同的路 好 就比方说我去怎么 去比方说我去照着这个 我执行我这个soul的这个程式 好 所以你看原本呢 是一个 原本是 你现在一个程式嘛 那我先干嘛 先先把这个soul的这个程式 好 先把它摘起来 透过这个ESECV 好 我去执行这个soul的程式 好 那另外一端呢 另外一端就是去 既然有soul的这个程式之后呢 我就去做什么 我就去把这个字圆 把它把它输进来 所以就是说 我就把这个什么 刚才这个像什么 这些字啊 什么什么 pitch啊 apple啊 这个字 把它输出来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有点有趣的 再看一下 所以我就是原本的程式 那我就去个fork fork玩一个chart process 然后把它载入什么 载入刚才看到那个soul这个程式 好 好 然后呢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parent 注意到这一段程式吧 就是这里 就是 这边 所以你看哦 我这个fork玩之后 就两支 是一个原本的 原本的条路 称叫parent 另外一个是新建立 叫做chart 那我在chart里面呢 载入一个新条程式 叫什么 叫做soul 然后parent呢 就把这个资料 就透过什么 透过刚刚讲的type 配给这个chart process 好 那所以就可以达到这个什么 达到这个资料的处理 那底下有些细节 请你看一下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党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讲到什么例外处理啊 什么的 对啊 都在讲说它的这个什么 呃 这个这个 对应的那个pipe 好 那接着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 讲到这个这个unis的设计的逻辑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012呢 这个 这三个数字很特别 这个三个来讲的话 是所有process 都共有的flight descriptor 但是呢 其他的 其他的数字啊 比方是345啊 之类的 那其实这个是依据需求 而且每一个process 对应的一个什么 对应的表格 去描述它对应的支援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还记得刚刚那个pipe的形态吧 pipe的宣告 好 我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有两个fd 好 一个fd呢 是告诉你什么 是告诉你说 哪边去读 好 那 然后 另外一个告诉你说 哪边去写 好 所以这个画面大概讲就有趣了 你看到吗 这个三个四 好 就是说哪边呢 是去写的人 哪边是读的人 这边看 写读 好 然后呢 那一旦foc完之后呢 就是你看到 这原本原本成是长这样 好 那foc完之后呢 就是就兵分二路了 好 就是一个是原本的程式 好 所以这样原本程式 这边有个对应表对 好 01234 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child process 好 那当然这个 这个什么 012都是共用 所以这个 共用没什么变化 好 可是呢 接着这个底下的关系就有趣了 好 你看到 这边的这个编号四的 再对应到这边来 好 所以你看到这边是当pipe的输入 好 然后呢 这边三的呢 就当了 pipe的输入 这个 这个是输入嘛 所以这边要变成输出 好 那同理呢 这个四呢 就对应到这边来 好 然后这个东西到这边来 好 所以你看 它会指向东西呢 其实这样 我们指称的对象都不同 因为它的方向 好 好 所以这样的设计呢 在 注意到 这个画面中 乍看很奇怪 就是说这个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UNIS 世界的 成设计的那个 朋友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 但这个是在UNIS 很美妙的 再讲一次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sort 对 sort的输出 当初graper的输入 好 这个概念不难懂 但是男地方是我该怎么去实作 毕竟 毕竟什么呢 毕竟这个pipe的左边 跟pipe的右边 资料都有可能是变动的 好 所以注意到 男地方不是他们是静态的 而是 男在动态 好 也就是说 我pipe建立的时候呢 左边右边其他两个城市都活着 好 不是说 先有左边再有右边 不是 注意到这个观念 我 我左边右边这两个城市 它其实在相近的时间点是执行的 而且呢 它会持续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 像画面中的关系 就是一边的输入 是一边的输出 所以我就要去掌握 这个对应资源的存取状况 但是一样 他们都是用数字 然后用这个file descriptor的数字去管理的 好 然后呢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状态中呢 我们可能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我去顾教这个DUP2 DUP2 然后注意到这个DUP2呢 它有很多家族 有DUP 有DUP2 那有可能DUP3 注意到这个 这个 写DUP呢 就表示它只有一个 一个参数的 写DUP2呢 不是代表第二代 不是 是说它有吃两个参数的 同理 DUP3也不是讲第三代 而是说它有三个参数的 这东西很多 比方说这个什么 有 weight4 就是 注意到 这个weight4 不是讲那个 英文那个FOR 不是那个FOR 也不是讲第四代 而是说它这边有四个参数 PID 这一个 这一个 那也有weight3 那你说有没有weight 有weightPID 但注意到这个UNIS的这个逻辑 我们去想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掌握逻辑 逻辑的重点在说 它如果有个准则 比方说 这个王先生 李先生 他每天早上会做什么事 他每天早上会去公民运动 结果你发现有一天他没有去公民运动 他可能怎样 他可能是身体不舒服 他可能出门了 就是一些例外的状况 或者一些 悲怯的状况 但是你发现 过了两天 这个什么 李先生又回来了 所以你知道他肯定是出门的 但是反过来说 这样的规律如果不再存在了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李先生 突然就是 就是 心情好的时候才去公园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去了 然后 去的时候可能也待一下 以前会去运动 后来就带两下走一走 人们就觉得 整件事有哪里 怪怪的 所以刚才讲的 其实就是 这个规律本身就是一个逻辑 我们与其说 我们在意地方是 这个人李先生 他在公园出现几次 更在意地方是 他去公园 之前做什么事 去了公园之后又做什么事 那这件事背后的规律 这些东西构成了 这一系列的这些逻辑 我知道肯可以推理 我知道前因 我知道后肯 那其实学习Unis也是一样的 其实 难一方在哪里呢 难在他的 背后的逻辑 能不能让你能够推理 如果他背后的逻辑 都让你可以充分的推理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有点搞脱了 好 来看一下这个DUP DUP2 DUP3 反正你只要看一个就好了 好 这个东西呢 你看他一句话的说明叫什么 叫DUP3D 那你会觉得奇怪啊 这个Find3D 刚刚不奇怪的 它本上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数字 那你去复制一个数字 有什么会搞脱 你觉得结果奇怪 来看底下的描述 好 这边描述呢 很好玩啊 你发现这个 又看到一个有 看没有懂 就是说我去建立一个副本 这个用旧的Find3D 当作一个副本 我建立一个新的副本 然后呢 然后呢 还会给你一个什么 那个景恒给你一个 最小的 没有用到的Find3D 返回一个字 就是说我今天 会拿旧的FD 然后去展成新的FD 那我从旧的FD呢 去复制 复制这个原本的FD 那你想 欸我们今天讲的复制是什么 思考一下啊 什么叫复制 其实呢 与其说我去复制一个数字 更别说什么 复制一个资源 再讲一下 你看哦 像这个键盘 或是手机的这个按键 按钮 这些东西是输入 但是好办法用什么呢 我们把它对应到0 反正我就告诉所有的process 反正这个只要是键盘 这个标准输入都是0 都是0 好 所以我其实所有程式也不用去管 反正他只要 那个东西编号都要0 就可以了 那同理呢 就是原本 这个pipe两端 一端是要去写的 一端要去读的 反正我pipe两端呢 不管是谁读 谁写 反正呢 我就给他一个数字 那最后一个支援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在fork完之后 注意到 fork完之后呢 就缤分两路了 就是你跟我呢 就这样 只是很像 极像 但是怎样 人生就走到不同的路了 好 所以左边跟右边 左边叫pion 右边叫chart 好 那左边跟右边的edgespace 就是所谓定制空间 就不一样了 好 那甚至他们两者的这个 嗯 file descriptor table 就是他们的描述的这个 描述的这个 描述子的这个表格 也不再 也不再什么 也不再共用了 好 所以他就两条不同的路 好 那所以这时候 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如果呢 用原本的这个数字 就会有个大问题 因为原本的数字 所描述的那个资源 原本那个file descriptor 所描述的资源 它就不再有效了 所以呢 你看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很好玩 所以要避免说呢 这个 比方说parent 把另外一个人的 原本在意的档案 把它关掉了 为什么关掉了 所以我要做什么事 我们去建一个副本 所以我建一个副本呢 就不用担心 你把我要用的资源把它关掉了 好 那所以你看 这边就建一个副本 所以你看 左边是parent 右边是child 各自有不同表格 所以 虽然那个三被关掉 你看三即将要被关掉了 但是呢 没关系 反正我这个右边 child 我已经建一个duplicate一份 所以我这边 虽然左边被关掉 但右边不会跟着勾勾掉 好 正在那边独立的 所以这个duplicate 那同理呢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这duplicate 背后肯定有学问 这个学问在哪 所以你看 插别在那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flag 所以给我出现 好 所以就要去看这个flag 当然这个flag 就刚才有看过的嘛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这种的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 你就比较理解 比较理解它的运作 那接着有些细节 我们就不提 好 终于终于终于 你快要看到 我们今天要讲想讲的东西了 有没有出现 eofl 天哪 铺成铺那么久 终于要讲这个eofl 好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所以刚才那个情境来说 以pipe那个情境来说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比方说 一边是产生资料 一边是写入资料 那我要怎么知道呢 两边总是会有这样 不再写入资料 或是不再另外一段 是不再读得到资料 好 那这件事难在什么呢 我需要一个状态 去标注说 其实我这件事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必须要区分两个嘛 就是说 你看 你就想像说 你先拿一个手机讲电话 你要怎么区分 假设那个 两边环境都很安静 所以你要怎么区分说 另外一边不再讲话 是因为他不想讲的 或是他人根本不在电话前面 还是 这个网路根本就坏掉了 就是电话可能坏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机制 去告诉我们 他这个状态怎么发生 所以你看 我们在这个输入跟输出的时候 就有一件好玩事情 它本身就有状态概念 再讲一次 像刚刚讲电话那个例子 我们两端是透过这样派本 去通讯的 一边写一边读 乍看之下没问题 但是其实难在那里面 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两个不同的执行单元 所以在两个不同的执行单元的时候 我必须要有个机制 去知道说 到底 什么时候该结束 什么时候该离开 否则我就会傻傻等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这个EOF背后的学问是很大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 END OF FIRE 然后 END OF FIRE本质上 在ASCII里面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符号 注意到 它是一个符号 然后这个符号里面 有点好玩 就是你看 这个东西有梗的 ASCII里面 这个东西是有符号的 就是说 它编号叫做EARTHASCII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 它是有编码的 比方说编码成这样 那当然不同的作为系统 还有不同的编码 那可是呢 如果去看那个什么 去看这个标准还是酷的 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呢 好玩的 EARTHASCII来讲的话呢 我们去看的时候呢 会看到 其实它这个数字会变负1 所以你看 这件事有点怪了 你看这件事 一个叫做 ASCII的 一个叫ASCII的 EARTHASCI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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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 七语言里面 EARTHASCII的 Macro 所以注意到 在EARTHASCII的 Macro来讲的话 一般来说呢 它会把它定义成负1 当然要跟这个 作业系统有 作业系统 跟它的开放环境有关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显然这个负1 绝对不是ASCII 所定义的那些资源 对吧 ASCII的资源是从零开始 那零开始的东西 怎么会有负1 对吧 这就是整件事 我们要来探讨 好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抛出另外一个问题 抛出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EARTH本身 然后背后它肯定有什么 背后它肯定有些学问在 所以最佳 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EARTH 好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PIP 注意到这句话 就是说呢 这个PIP来讲的话呢 我们左右两端的 其实是不同的程式 所以我必须要有个机制 去告知双方 不是双方 就是双方里面呢 其中某一方 一定要知道什么 知道它结束了 好 而且这个 它肯定有个机制存在 好 这也是为什么要来跟大家探讨 就是 你们发现说 这个EARTH呢 其实它背后的学会很大 对吧 就是说你看到 你看这个说明对吧 它的确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EARTH自缘 注意到 这个东西它是ASCII里面 所以它绝对不可能这样 它绝对不可能是零 它已经是正的 好 而且呢 在这个ASCII来讲的话呢 比方说 它会有个 编号叫26的 看那个什么 不同作业系统的 定义会不同 比如说在Windows 有个编号26的 但是有可能有零4的 好 那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东西叫ASCII资源 所以ASCII资源呢 在不同作业系统 有不同的编号 比如说 对应到零4啦 对应到26啦 反正不管对应到什么 但是在西语来讲话呢 有一个什么 E of the Macro 所以接下来 你就发现一件事是什么 整件事来讲话呢 就会变得很奇怪 那继续看一下 更奇怪的地方还有 然后我们看这个Ctypes Ctypes里面来讲话呢 去做了一些描述 来看一下简短的描述 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Ctypes 顾影师就是说 我在里面呢 去定义一些Macro 注意到哈 底下有个 is alpha啦 is digit 你光看名字就知道嘛 alpha就讲 是不是alphabet 就讲什么 什么字 is digit 就是说它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 实境位的这个 实境位的数字 注意到不能讲数字 要讲实境位数字 好 那注意到这个在实作来讲的话呢 它有两种可能 有两种实作可能 一个叫做 用透过Macro 透过拒绝的方式去实作 那另外透过是function code 方式去实作 你说为什么要同时提供这两个 这个有点学问 稍微解释一下 给你做参考 就是说 如果 这些东西呢 是用这个Macro去实作的话 我们在执行时期呢 就会看到它展开出来程式码 对吧 所以 比方说呢 这个 is digit 它就会涉及到一大堆什么 if else 这些 这些 这些操作 那如果呢 它在实作的时候呢 是用function code 的时候存在 那 那function code的时候呢 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 韩式呼叫片 我就提过 如果它是用 韩式呼叫的方式存在的话呢 我势必就可以把这个符号表列举出来 然后呢 如果我们系统支援动态连结的话呢 我甚至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symbol 把t换掉另外一个 那 所以如果说 is digit is alpha 这些用function存在的symbol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动态连结韩式库呢 我就可以升级 如果有新版的话 有更有效率的方法存在的话呢 我就用新版把它换掉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原本是用macro存在的话呢 我就换不掉 那当然也不能复写 所以注意到 其实 西融为了这个十座来讲 它只有两种版本 所以去查一下 什么样的状况会有macro的 什么样的状况是有方讯口 然后这个 这是这个 两种手段都会提供 好 那所以简单来说呢 这个sy types呢 就是最主要提供的 那你就区分它的这个形态嘛 是不是东西是可以印得出来的 所以印得出来就是 能看得懂的 能在意的 好 那 那 再来是包含说像这种 对不对 就是说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资讯 那这边就做个列表嘛 所以这列表说 这个各自商会对应到哪里 这个东西叫 C types 然后如果说呢 你认真看这个 C types 就会发现有点玄机 好 然后说呢 你会看到说里面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 IsLower 好 那这个IsLower呢 我给一个字元 对吧 那给一个字元 然后呢 呃我的 你看喔 我给一个字元输的东西是Integer 这不要怀疑 它今天输的东西是一个字元 好 注意到喔 那它输出呢 诶 这个东西好玩啊 就是输出什么 输出告诉你它 它是这个 是不是小写的 然后诶 所以这个输 但是它返回值呢 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Int 那所以整件事有点奇怪啊 就是说 在你如果说 叫你去写一个 好 注意到这不是Slow 不要看错 IsLower 对不对 是不是小写字元 是不是小写字元 如果让你设计的时候 你可能会把输入用CHAR 对吧 是一个什么 Cractor 对吧 就是用一个字元的方式输入 但是呢 你输出来的话 你可能用什么 BOL 对吧 好 但是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学问可大的 这个东西的学问 你看到 不管是 这个什么 不管是讲 它是不是一个英文啊 或是一个 词经卫的数字 或是一个小写的 是否它是可以印出来 那你发现 它基本上都是这种形态 输入的东西都是Integer 然后呢 它的输出呢 也是一个Integer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公司有点学问 这公司有点学问啊 先来看反馈值 如果呢 它其实有好多种 好多种什么 好多好多 输不输 你看哦 就是呢 它跟你讲什么呢 跟你讲说 如果呢 这些东西是什么 注意到这个for不是失败啊 是掉入嘛 就是说掉入到我们的形态 然后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它属于我们给定的形态 然后就回传一个值 回传一个不是 不是0的值 那就回答 就是一般来说回传1啊之类的 好 但是呢 如果它不是的话呢 回传0 好 那注意到 这边讲的如果不是 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不是呢 到底有什么可能啊 这句话难就难在什么 难在这个东西 注意到这个人的描述 这个描述很好玩 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的输入呢 它不是给一个sh 啊 它也不是给一个un sign un sign的sh 而是呢 有种可能是一个什么 eof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呢 虽然这个资源 对 我们知道资源的话 ASCII的资源呢 用这个吧 用8个bit 1个byte去表示 所以它的其实有效范围呢 如果是un sign的这个corrector呢 有效范围是编码会什么 0 一路然后编到什么 ff 16经纬来讲 就是16经纬00 编到16经纬的ff 好 那对应到徐经纬就是0 编到这个 这个 这个 256-1 好 那可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有一种可能 会带入一个什么 会带入一个eof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其实 来讲话呢 这件事 这可奇怪 你去搞一件事 为什么西元把整件事搞那么复杂 你想这个 为什么西元那么在意效率 却愿意什么 用更多的东西 你看 就是说西元不是很讲究效率 能够用一个byte去表示 为什么要用四个byte去表示 所以注意到 这件事有种可能是什么 因为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我们带入这个数据 你看到这边很壮观 它是 我带入这个变数名称叫做C 或者叫其他变数名称都好 这东西怎么来的 它是从 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 有可能会从输入装置来 就是什么样输入装置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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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取得资料本身 它已经被打断了 就是说我执行到一半 有可能被某种条件给打断 比方说像刚刚讲的 简单 简单 打到一半的时候 不再有有效的东西进来 就是说跟不打字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不打字 当然没有东西 这OK 但是如果 简单整件事是无效的 它没办法再提供资料了 所以我要能够区分 我现在是没有事件 还是没办法再提供新的资源给你 就是说 这个 那样东西结束了 好 所以整件事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这些 IO的处理 就会有很多很像的 就是说 即便 处理东西是这个资源 但是我也会 要求 我们也要求用integer 方式去处理 就是考虑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状态 好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背后的另外一件事 叫做signal 那这个signal 就在讲什么 它的一些例外处理机制 所以注意到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议题 就在讲这个 我们一开始告诉各位 这个什么 这个 IO的原理 像这个 然后再讲pipe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区分 Eof 好 就是 Eof 跟StringIO 再来是什么 这些signal的观点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像这一系列 就是 这一系列操作很有趣的地方 再来说 明明我们要检验的东西是个资源 但是因为资源本身 这些输入本身 有可能怎样 有可能会在 某些情况下呢 会被打断 注意到 这个东西打断 好 那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再探讨 这些东西的关联 好 然后 如果你去翻阅西语的规格数呢 会发现有点 有意思 就是 就像标准的 就是Eof的发生呢 它不是单一程式的事 好 然后呢 在这个C99的规格数呢 就是7.19.2.2 反正 这很长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句话 讲这个FscanF 回想一下FscanF的作用 那这边FscanF呢 它是一系列的 这个什么 就是 具备形态的 具备形态的一个 具备 格式 格式 就是它有一系列格式嘛 就像这个 后面有F的格式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不是 西元发明的 其实也不是UNIS发明的 更早之前的东西都存在了 就是 其实可以追溯到什么 1961年的CTSS 所以你会看到 说西元里面 或者UNIS密的很多东西很古怪 因为这个古怪呢 对于这个西元的开发者 你可以看到说 Kent Thompson啊 Dance Deutch 对这两个人来讲话 古怪的东西看多了 你要知道 就是说他们在发展UNIS之前 其实就接触过Martix 那Martix更早之前呢 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设计 是来自什么 来自CTSS 所以就当时很多那种 一系列的偷懒 一些 时代的东西 我们叫clutch 就是 就是那种 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就是 就是这种东西啊 就是这个 我们在英语呢 有时候讲这个东西啊 就是讲这个呢 东西 就是很怪 怪怪怪的东西在摆在你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呢 这些东西呢 是这样子 这样拼凑起来的 什么东西拼凑起来 就是我们有一系列这种 Scan App 从我的 就是从那个 标准输入的地方来 那我也可以说 指定一个String 所以注意点 我们讲到这个 F F Scan App 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你如果认识看它的什么 看的描述 就是我的格式呢 我们格式有很多种啊 就是比方说我们随便看一个 随便看一个 百分比后面可以加好多符号嘛 对不对 百分比后面可以加一些这些符号 然后这些东西呢 你可能都有 有概念嘛 然后 当然有些东西是会是相同的 有些东西 不太区分 大小型的 好 或者像这种东西 百分比P 好 就印出一个 指标形态的那个 地址 好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句话 写什么呢 他说呢 这个格式的这个界定来讲话呢 好 会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呢 我在读取的时候呢 会读到什么 会读到 会有个东西呢 叫做 Ando 就是 我读取的时候呢 会去看 好 是不是 不再有 字缘可以被我们读取 好 这句话的玄机 就是你看 看规格数 其实泪就泪在那种地方 好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句话 好 那这句话呢 跟讲什么呢 这个until 那知道我们讲 英语讲的这个until 其实它在一地方是一个时间顺序 好 我做某件事 比方说 呃 以我来讲 我从小在苗栗成长 知道 知道有些事情发生 比方说高中 跑到台中读书 大学跑到台南读书 然后在之后呢 我就可能跑到好多地方去 所以呢 我就不再长期的呆在苗栗 就算呆在苗栗 就算呆在苗栗 可能就是路过 比如说过年过节啦 或是 或是回家 陪家人 但是也是这样 还是一阵子 不是长期呆着 所以我用这个until 就是说 我今天成长 老是在苗栗乡下的成长 那所以看到 会有一个前后的观点 那 注意看这句话 这个FscanF这个 这个 这个 规格书 我们里面讲的东西 可是鬼因大义 我该怎么知道 什么书 没有别的资源可以去读取 这就是难 难是哪里 因为FscanF 任何看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宣告 那从头到尾呢 它是有格式的 但是呢 我根本不知道 我输的东西多长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东西长这样 像这个 像什么 SscanF FscanF 基本上都多个共通点 其实我不知道 实际的输入到有多长 所以这件事 往往呢 它是一个 有点困难的事情 就是 就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东西有多长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机制 告诉我什么时候要结束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end of file 的时候呢 就是在读取 资料的时候 过程中去设定的 所以整件事呢 你可能 你可能 比较有点概念的知道 就是我今天 我设计这个 不管是通过前面讲的 Pype 或是这个 FscanF 我今天通过某一个 StreamIO 去读取 资料的时候呢 我要很清楚知道 它什么时候要完结 那可是完结呢 它需要一个 一个 一个标注方式 然后接着我们去看 那个GWC的原始程式码 GWC 原始程式码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去搜寻 搜寻 好 然后呢 一开始可能看不太懂 我们把程式码抓回好了 如果我们把原始程式码抓回来呢 就会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 来看一下 就是 呃 如果你去查阅程式码 那样把程式码抓下来 就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说 里面的有一段 它是在这个档案 DeepIO 底下有个SDDIO 然后呢 它里面就有 有这样的一个程式 它它其实本质上 EOF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Macro 它定义的时候呢 是定义成-1这个值 好 所以注意到哈 好 然后呢 这东西的玄机在哪里呢 这个玄机在于说呢 这句话 注意到这东西 Define ISO CSDDIO 在什么的基础之上呢 在C架叫IO4寸之上 就是如果你对C架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 C架重新去把这个 呃 这些IO的Stream 就是把它重新去更高级的方式去定义 所以它会有这个 它会有这个IOS 注意到它会有一个Namespace叫做IOS 好 这个IOS 注意到哈 跟Apple没有关系的哈 注意到哈 所以什么IOS 它讲的是什么 IOS这个Namespace 注意到哈 这个我们刚刚讲Namespace在这里 好 那这个Good是一个什么 Good是一个方法 好 所以你看到哈 它的回传形态是一个不灵代数 好 那你要知道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个IOS 这个形态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有定义什么 有一个叫I-Stream 一个All-Stream I-Stream I-Stream就是一个输入的一个什么Stream 好 然后这个All-Stream就是输出的Stream 这个刚刚讲过Stream的重点就是 它是有明确的输 明确的方向 好 所以它可能是走输出的方向 有可能走输入方向 当然有两个方向都可以走的 也有 然后IOS之上的一个东西叫什么 IOS Base 那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 一个什么基层关系 那我们真正让我们很混淆的地方在哪里呢 真正让我们混淆的地方在于 就是实作的机制 就是说呢 C++呢 重新去规范了这个IoStream 然后透过这个阶层 透过这个基层关系去表去描述 但是其实呢 在GWC的实作来讲的话呢 SDDIO本身 是在C++IoStream的基础上是实作的 这跟你想象不太一样 在很多人来讲的话 会认为说 这个C++是站在西语的基础上去实作出来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的不出想法 这还在恐怖 等一下 那我常在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跟很多人想象是不太一样 很多人会一直到今天都有 会认定说C++是C元的扩充 注意到这件事从1999年就不再存在了 从1999年以后 C元跟C++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去前进了 那我们讲的C元的标准函式库 在一个地方是 在一个地方是 这些函式 或是标准化的一些macro 像前面讲的什么isLower 这样的一个macro或是function 那同理这个FscanF也是C元规格书所提到的 那至于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实作 这个就是什么 GWC的这个或是Library的提供者做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另外一个极端例子 比方说这个Android的东西叫做 它有个C元的韩式库叫做 这个BionicLibraryC 然后这个东西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 这个东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呢 它的名称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Bionic Bionic的作用就是去提供 提供 提供C元的这个实作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是什么 它就是它提供的东西就是这个 LibraryC的实作 可是如果说你认真去看它里面这个实作 它里面那个内部的实作呢 你就会发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比方说呢 你在里面就会大量看到那个党名叫做CPP的东西 不要怀疑它就是C++的 然后 所以事实上呢在这个 在什么 在那个BionicLibraryC里面呢 它其实是什么 是你们看到这边有一大堆.7P的档案 这个它实际上就是用C++ 程式语言 以及C++的韩式库去提供 C语言标准韩式库的实作 这是OK的 那 那 同理呢 这个在这个GWC里面也有类似的技巧 就是它其实是这样 它就是用这个刚提到的 就是说 在实作来讲话呢 在IoStream 去加在IoStream之上 去提供什么 提供这个Stdio 好 然后呢 如果你去查看那个Ctype 那它是放在这个Ctype底下 这个Ctype.h 好 然后 认证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就是 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词 究竟什么词呢 就是 不是这个 是那个 有两个东西要搞清楚 一个叫 一个叫IoF的Macro 一个叫IoF的字远 注意大家这两个搞清楚 一个是聚集 一个是字远 IoF的字远呢 它是有历史典故的 我们快速看一下 所以事实上呢 那这个 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早期呢 是 跟作业熊的行为 是有很大落差的 那这边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历史典故 就是这样 就是 早期的这个 Microsoft DOS 它有很多限制 那 你可能知道一个故事 Microsoft的设计 其实参考了什么 参考了早期 这个CPM 那CPM是在1980 1970代 1980代 非常风行的 这个作业系统 就是在Microsoft DOS出来之前 这个CPM主导了 这个整个 Micro Micro Processor的这个市场 就唯一处理器电脑的市场 就是1970代到1980代 然后呢 这个CPM很多设计呢 又源自早期的这个DEC 这个DEC 这个DEC 这个系统 所以呢 早期的电脑呢 设计的有点麻烦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檔案系统保存资料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有一个单位 就是比方说这个单位是SECTOR 就是你今天用电脑 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你知道早期的电脑 是一个什么 一个磁带 一个磁轨的 所以我存取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不是想要存任意资料就可以了 其实我需要个单位 所以比方说它有个东西叫SECTOR 所以你就想说 我这个读写头 它会有个什么 一个单位 那这个单位呢 一次就是128byte 所以问题啊 你不可能每个档案的大小都是128 或者128的倍数 不太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会用这个Ctrl Z 去标述档案一个真正的结尾 所以呢 在你就想说 我有档案 比方说我档案如果刚好是128 OK 但是我如果说档案是129 130 怎么办 很简单 就用两个SECTOR 一个是128存满 那另外一个SECTOR 就存两个字元 三个字元 后来再加 额外一个字元 叫做Ctrl Z 所以呢 我就用Ctrl Z 把剩余这个SECTOR 把它贴满 所以我 我如果是要保存一个 130个byte的这个资料 我需要两个SECTOR 那我怎么去区分这个档案的大小呢 就是第一次看到Ctrl Z 这个符号出现的时候 好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注意到这个 这个是早期的一个很大的限制 你听起来就很不科学 就很没效率 所以在这个Microsoft DOS 2.0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档案系统设计 而且它的档案系统设计来讲的话呢 就有一些metadata 我们知道什么叫metadata呢 metadata就是描述资料的资料 就是我们的资料是很通贩的东西 那描述资料的资料呢 我们就称为叫做metadata 然后这个东西在这个翻译上非常困难 对岸来讲的话 常见的翻译叫做原资料 有翻译跟没翻译没有懂 那它的关键就在于说 我如何去描述资料 因为如果说我冲到尾呢 我只靠一个硬碟 靠一个软碟 靠一个网路去存放我的资料 那就个问题就是我如何去解读它 你要嘛就是用刚才那个方式解读 对不对 反正我每次就是128bytes 当一个就是一个读取的单位 那我读到Ctrl Z的时候 就导致我档案结束了 那这个东西还没有效率嘛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说我在这个资料 这些档案的资料之前呢 我有个专门的一个什么 专门的一个方式去描述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这个会有这个 我描述档案系统的时候呢 我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额外的资讯去描述这个资料 就像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的 这种那个阶层关系 就最终你要存的资料是 底下这个绿色区域 深绿色区域的data 但是在我描述之前呢 我就描述它的档名啊 我描述说 我具体来讲这个资料是放在哪些空间 它可能是连续放的 它也有可能是不连续的 反正不管我就是这样 我就去描述 那所以我用这样的描述之后呢 我就不用那么依赖什么 我就不用那么依赖什么时候出现很多Z 因为档案的大小是定义在什么 metadata 我不用碰到真正资料的每一个byte 我就知道这个档案多大 同理一旦有metadata的出现之后呢 我要删除档案就变得容易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以前筛除档案的时候 是要这样 每一个byte去处理 比方说把每个byte来洗掉 可是我今天如果要删除档案很简单 我就是修改什么 修改metadata 描述资料的资料 所以这时候发现这个是强大 我要去换档 我要去改变档名 我要去删除档案 花的时间是很短的 因为从中到尾就是在metadata上面处理 根本不用碰到真正资料 你想嘛 你删除一个档案的时候 真正保存资料的地方要不要变动 不用啊 我只要让那个什么 让这个描述的地方不见 就像说 你今天要 你今天要去删除一个资料的时候 我们只要做到什么 描述一个档案的资讯 那个metadata 变更就可以 同理 该档案也是一样 或者说把档案搬迁到另外一个位置 其实往往也是一样 只要呢 他搬迁的地方 能够用同一套metadata的方式去描述 他几乎就可以甚至做完 不管这个档案有多大 所以你看 这检视的厉害地方就在这个 这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技巧 所以呢 有这样的东西呢 就不用特别依赖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这样的东西虽然就不需要了 但这个机制呢 还在用 因为某些情况很有用 所以你看 整件事这个 这个东西 就好玩了 好 所以比方说呢 注意到 底下这个东西只在 这个底下这个东西 只在 只在豆子上有用 比如说 你在豆子上如果打这个什么 1234 5278 按下Ctrl Z 他就可以讲说 我最后输出了 就是有这个 八个 这样的八个数字 然后呢 在units 来讲话 是用Ctrl D 就是来 出发一个 End of Phi 所以记得刚才不是这个东西吧 Sort 对不对 Sort 好 注意到这件事 我们在999的时候按下Ctrl D 然后接着就冒出这个东西 显然 在 上面的东西是原始的输入 那底下是排序过 显然 9 ABC SY 照第一个资源来排序 所以 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当我按在units的系统下 按下Ctrl D 或者说在Microsoft的Dose下 或是Windows下的中端机 或者称为叫Command Line 按下Ctrl D的时候 它会触发一个东西 叫做End of Phi 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虽然这个东西 这个Marker 注意到 现在的档案系统 其实它不需要真正的Marker 但这个东西有用的地方是说 我用这个东西来触发 这个End of Phi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回来想一下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好玩在哪 会想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刚刚那张图在哪里 我们刚刚那张图在 我一直打字 我一直打 我打什么时候呢 我不可能每次打字就是排序的 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这也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我们当然希望怎样 是打了好多字 那在某个时间前 出发的时候 出发 我已经怎样 我已经完成了 所以这个排序程式再来 排序它 所以我刚刚按下Ctrl D 注意到 我刚刚按下Ctrl D的时候 就是去发送一个 发送一个 发送一个 发送一个事件 你可以想到 广义来讲 我们就讲的 事件 那这个事件本身呢 就告诉它 我这个 这个档案的结束了 好 那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现行的这个Microsoft Windows上 这个Ctrl D 它也 像刚刚前 它不再作为这个档案的依据了 然后 但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韩式行为 所以原本的韩式像什么呢 像这个 F Scan F 对不对 像这个 那这个F Scan F 它如何知道 没有东西可以再赌了 很简单 去透过什么 去透过刚刚的EOF的判定 那EOF的判定怎么来的 不是去读EOF的资源 而是 EOF这个东西 如何被 触发 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 它就有个 有个事件触发的概念 所以你看 我写程式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写程式的时候 只要没有执行去就是单工 其实这个观念不全是对 单工 也会有工作 被打断的时候 比方说会有中断处理 所以即便没有 做一种存在的系统 它也不可能程式是 一条 就是 就是 一条 指定 接着一条指定的指线 可能指线到某一队指定的时候 会有个中断出发的 在没有做一种情况下也会有 所以中断出发了 所以我就可能跳到 中断处理的函视 中断处理的长视 那处理完之后 再跳回到原本的地方 所以它会有一个顺序问题 它会有一个顺序问题 然后呢 西元的EF 或者说底层的Signal 刚才注意到刚才讲 Signal 就是把这个东西去抽象化 所以我们注意到就是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作业系统 它是一个层次 接着一个层次的一个设计 那回想刚刚刚讲的 StringIO 是相对比较高阶的 它不是最高阶 它是比较高阶的 它带有这些缓冲区 带有这些状态的资讯 那底层呢 就是用这个Low Level的IO 由作业系统的系统呼叫提供的 那其中作业系统在提供这些系统呼叫 提供这些Low Level的IO的时候 又把刚才讲的中断处理 帮忙把这些周边的IO 把它封装起来包装起来 好 那我们再回头看了刚才那个程式码 那个GDWC的程式码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这个部分 好 我们把这个SNS关掉 然后去找EOF 好 最大的东西 好 然后呢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这边就是 这边提到 这边提到什么呢 提到 这里 好 整件事难的地方在哪里 整件事难的地方在注解 注解有什么难呢 看到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说 F gates 或是相似的这些韩式 它的回传值 有可能会是负义的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我再也拿不到东西了 可能使用者按下Ctrl D 在Unit上按Ctrl D 或是在Windows按下Ctrl Z 再也表示什么 表示我再也没有新东西进来的 那所以我今天写个程式的时候呢 我写个程式去读取之前的时候 我可能会读到什么 读到一个EOF 表示我没有新东西进来的 好 然后再次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还记得刚刚那句话吧 注意到这个档案的这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这个Stdio 其实是在C++的IOStream上去实作出来的 虽然这个东西是给C原用的 但是它底层 注意到它底层实作 是在什么 是在IOStream上去实作的 所以如果说呢 你去找这个IOStream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 诶其实呢 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做的 就是在这个来讲话什么 那个Leave IOP 反正这个也会有 然后再来是同理 这个 我们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isNower 好 这东西难在哪里呢 难在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 istore在这边醒来是吧 显然它是一个macle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这边再起来 这个是一个macle 那这边实作是这样实作 我们来靠起来 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实作 好 诶 这看起来是一个什么 看起来 它就是一个程式码 对不对 会展开程式码 这写的比较悬一点 你可以复习一下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里面讲 那个前置处理篇 然后前置处理 可以看到这个技巧 对不对 就是把它展开 然后 这看起来比较恐怖 但你看看得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array的subscript 一个方括号 然后后面有个什么 有个by's的操作 所以你看 这个isNower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可以是用macle的方式去实作 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通过function code的方式去存在 这两个方式都有可能存在 所以请你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 然后再给你一个提示 就这个东西跟local有关 我们之后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西语言里面 也会讲一个多国语言处理 西语言从1999年的这个C99开始 开始查觉到这个 开始提供了这个多个语言处理 不过它的处理很有限 它的处理就是说 去分单一的资源的 单一byte的资源 但是也可以允许说 多个byte的资源 multipy的资源 然后再来是说 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这个符号不太一样 比方说这个 像美国 标那个数字 比方说1 逗号 然后三个0.0 表示1000 那但是注意到 这个东西在欧洲的系统不太一样 欧洲 逗点 跟据点 其实它在数字上标志是不一样 所以你去欧洲买东西的时候 要小心 不能用美国标准去看 反正说 这东西怎么那么贵 或者这东西怎么便宜 因为你可能看出小数点放的地方 好 那所以注意到 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什么sdi 这个 像刚才提到的ctype的面 这个什么islower 好 这个东西 那我们在实作来讲话 你可以用macrofunk去实作 那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用那个function控制方法去实作 但是不管怎样 注意到 它的输入一开始就考虑到什么 eoff的存在的可能 所以注意到它这个 是17 好 接着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signal 那signal这个东西就有点学问了 这个东西你如果去查阅这个main page的话 你会发现非常讨厌的东西 这个 这个 呃 你要看 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 这句话讲起来有点 有点 乖乖的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多准备几套作业系统 好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我这里有一台mac 对 但是我也有linux 所以 好你看 这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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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是mac 就是mac always 然后我这个画面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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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linux 好 好 那你看哦 linux的main page呢 包含signal是这样描述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signal 它有个东西叫做 有个 有个 TokenType底范来的形态 叫做 signalHandle 底线T 所以你看到底线T 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从Type底范来的 然后它这边 有两个什么 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 signalNumber 一个东西叫Handle 好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去在 在那个 makeOS上 去找的话 你会发现 天啊 这什么鬼东西 你没有看到这东西 这东西太美了 好 这就是在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makeOS上很多程式码 是来自什么 来自BSD的 那linux上 有一部分程式码 是来自BSD 但是也有来自 好多不同来源的 所以这两个系统 虽然都号称是positive相容 但是在描述上 在使用上 还是有些落差 只是说 尽可能做到原始程式码层面的最大的可同用性 但是它各自的描述有很大的落差 你可以看到这个 manpage的写法完全不同 对不对 而且注意到这个数字 这边是2 这边是3 就是同样是man的话 好 那再继续看 就是说 回到刚才讲linux linux是两个 两个参数 在makeOS上 也是两个参数 可是这两个参数有点太弦了 对不对 就是会让很多的这个 吓到死守手 所以这两个参数在哪里 两个参数是放在这里面的 这里 这里 好 然后呢 这里面 又还有 所以 好 这个 你有没有看懂它的这个宣告 但是其实呢 你如果有办法善用那个typedefine 可以把它变得很简单 所以你看 原本的东西很复杂 但是呢 我去typedefine typedefine 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sig 底线T 然后呢 所以我去把一个这样的一个function pointer 把它这样 把它重新定义 那这个function pointer 它所指向的方式呢 它有一个输入 那形态是integer 所以呢 我定了这样typedefine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上面这个 改写成这个 注意到这两个东西是怎样 是等价的 注意到这边有些 这是equivalent 就是它等价的 但是上面跟底下是等价的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那的指标篇 就跟你解释这个部分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来看看它的这个说明 在这个macOS上 或者在BSD上 它跟什么 它是一个简化的软体讯号处理的极致 就是这样啊 这是BSD 还有macOS上 那如果是Linux上呢 它怎么写 它说这个是NCC的Signal Handling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标准的 而且这东西存在很久了 从什么 从C89年代就存在 所以C89 C99 pages2001 pages2008 就存在东西 好 然后呢 底下一件事是什么 它跟你讲什么 Signal这个东西的作用呢 在多执行序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 它是unspecific 注意到 unspecific 跟undefined是不同的 在西原来讲的话 undefined不是你想象中的undefined 不是说 不能把它翻译成中文 因为你知道 很多词翻译成中文的话 好像可以脑补 在西原来讲的话 undefined呢 是保留一些空间 比方说 offlow 在西原的integerofflow 是undefined 就是说 它最后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会搞 我们不这样 我们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是 integer发生offlow的时候呢 是 它的最后会导致什么状况 它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规范 但是 unspecific 是 它其实概念不同 它讲的不是说 跟你 不是说这个没有定义 而是说 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是我没有去保证 而且没有明确去声明 它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这个事情呢 会在这个平台会长这样 在另外一个平台也会长不同样 所以注意到 unspecific 是个比较 比较广泛的词 就是说 我们讲undefined 它保留一些空间 它保留空间给什么 比方说编辑最佳化 编辑最佳化的时候 我可以先假设 在西原来讲 undefined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就是说 城市开发社会 不会去写出undefined的城市 所以我可以把undefined的部分 把它追加化掉 但是unspecific就比较尴尬 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它跟编辑器要不要做追加号没有关 是说 用的话呢 就可能这样 跟你期待的状况会是不同的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C89 C99 都有去定义这个signal 好 这时候我回来看这个东西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上面有个signal 而且这个字呢 其实你在unis世界大量看到 而且容易搞混 你会在哪地方看到呢 随便举例 比方说你会在系统固件上signal 然后呢 你会在这个 像刚才讲的 触发这个EUF呢 我们还注意到 我们用的字叫什么 叫做signal 对啊 我们来触发EUF的发生 用signal这个词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什么东西会看到signal呢 你会在一些开发框架里面 会看到什么 看这个signal 然后甚至会在服务点处的处里面 也会看到一个什么 也可以看到signal 我们等下会举一个例子 也讲这个服务点数的 好 那接着呢 这边有一份很好的文件 强烈推荐大家阅读 这个东西就是 顾名思义吧 就是说跟你讲的 针对这个专业人士 去使用的这个 西元的这个指引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个标记写得非常 这本很久去啊 那是一个电子书 然后可以可以 它写得非常多 然后这个可以自由 自由下载 好 那其中在31张 其实它很多张都很值得看 好 那其中在31张很有趣 31张 31张呢 就是讲这个signal handling 好 好 那这个signal handling 里面呢 它里面有讲到一些 比较新东西 好 底下有讲到什么 有CEE 就是在CEE 包含CEE 以后 那当然最新还是CEE 那或者说 在CEE还没出来之前 可以用什么样的操作 好 那我这边把这个部分内容 把它再录下来 好 然后它里面呢 就讲到这个 在这本电子书的208里 就讲了这句话 它说什么呢 它说这有个东西叫signal number 它可能是同步的处理 所以我就抓下去 就是说signal units的signal 把中段 把硬体的那些中段 例外的那些事件 把它抽象化 所以从这样 我们不用知道说 底层的这个 底层的机制怎么处理 可能说这个page4怎么处理 可能说这个 那些装置去用程式怎么处理 我们不用管 我们其实要知道什么呢 只要知道说 我们不管它是同步的 还是非同步的 反正都可以把封锁起来 所以有些东西是同步的 那有些东西是非同步的 反正我知道这件事就可以 有可能是同步的 有可能是非同步的 好 什么叫同步呢 就是说 同步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在于说 我是一个 要求跟回应的 有要求有回应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你在程式写程 写程式过程中 又会遇到这个segmentation vault 比如说你看 我今天去存取这个 存取到记忆体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呢 存取记忆体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我就会在存取某些区域 比方说存取到 记忆体地址为0的地方 那它会触发到一个什么 segmentation vault 那这些是怎么触发呢 是往往呢 是我请 我是呢 我是下达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呢 被硬体 侦测到什么 侦测到它是一个例外的状况 比如说我是有透过MNU 我透过记忆体保护单元 去明确的去声明每一个记忆体地址 它的属性 这个地址呢 明确来说它是可读可写可执行 那也有可能是呢 它可以执行可以读取 但是它不能写 那当然又反过来 有些区域呢 就只能写 但是它不能这样 它不能读取 也不能执行 好 那你呢 如果在不 在不符合硬体期待的状况下 去存取特定的记忆体空间 那它就遇到什么 它就遇到这个 Page fault 那这个Page fault 好玩的地方 或是Usage fault 反正就看你这个系统 怎么去定义 那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同步的 就是它有要求 它有回应 这样是一对的 但是有可能是这种非同步的 那非同步是什么 就是说比方说 我原本程式在执行 你有一个Fore回圈 或者说一个 做特定的操作 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做排序 花很多时间在印表 但是结果印到一半的时候呢 使用者按下Ctrl-C 按下Ctrl-C 按下Ctrl-C呢 我们就称为这种东西是非同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原本程式的 它没有预期 会按下Ctrl-C 我只是去注 在我原本程式执行的时候 会去注册 注册一个这样子 一个Signal Handler 就是说 我注册一个 一个动作 比方说按下Ctrl-C 之后我该做什么事 这个在你所不知道C语言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 CRT 就是这个 CRT CRT和这个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还是酷 执行阶段的此次酷 这个CRT这个部分 你有跟大家探讨说 这些相对应的Signal Handler 所以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我先注册一个Signal Handler 我先注册一段程式码 当我遇到特定事件的时候 我去回应 但是如果没有遇到特定事件的时候 我可能就完全不会执行到 所以就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同步 这两个东西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一些对应的Signal Number 这边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这边来讲话 这边就有几个标准的Signal 比如说Aborts 或者这个浮点输出 或是一个Illegal Instruction 或者是说Interrupt 那像刚才讲那个Anal Condition Anal Condition 就是本来的 就是我程式这样 就是不再执行 就有这样的一个 Signal Terminate 这样的东西 然后注意到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准化 但实际上 在不同的作业系统 会有不同的行为 实际上在很多作业系统 比方说Linux 我不是只有这些Signal 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七亿元尝试这样 尝试去标准化的 如果你真正去看说 真正的Signal是很多的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Linux上 Linux上的这个Signal 其实它可以非常多 就是比方说像什么 就是我们把前面那三个字缩写 就是SIG 那实际上 实际上我可以有好多东西 比方说这个Signal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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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什么 可以看到这个列表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ill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在Linux上 在Linux上有那么多列表 那你看标准化的东西 再注意到这个东西是 西亿元列出来的标准化 那所以它只定义了什么 像这个FPE 服务点输出 服务点输出 找多了 要找一下 FPE 在这里 所以你看这边定义了这个FPE 然后还有去定义了这个SIG-INT 在这里 然后再来是SIG-Cominate 所以你看 这边明明列出来的东西可多 对不对 这边列出来的东西 有这个从编号1 然后到64 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没有编号0 这个问题有点难 你可以想到它编号是从1到64 可是为什么不从0开始 对不对 西亿元不是常常 就是在很多在西亿元的哲学里面 往往是从0开始 但是为什么是可能编号 它不是从0开始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看到 你因此来讲话 它明明只有64个 64个是一个 但是 西亿元来讲 只去做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这个6个 有去定义它的这个作用 所以看到 这件事有趣 那接着我们来看另外 底下有一段程式码 注意到这个程式码是一个C11 2011年以后的标准 那这边来讲话 有几个银库 第一个最有趣的银库就是这个 就是我为了要能够使用signal 我要去include 这个signal.h 好 接着我们看它对应的handler 这个handler来讲话 我有个输入 然后有个整数 然后接着我又呼叫什么 呼叫abot 好 那注意到呢 abot上面更讲什么 就是说呢 abot来讲话呢 它的重点在abnormal 就是说 我在程式来讲话呢 在执行的时候呢 会 就是 跟我们在做那个return 就是比方说你在man里面returning 因为你知道就是在man里面呢 如果你呼叫returning 它是一个正常离开 好 因为在man之前 其实有别的程式 就刚才讲的crt 然后c的run time 好 所以如果呢 你的程式呢 是透过crun time 去载入man 然后man呢 不管做呼叫多少function call 然后最后return 那回去的时候 是return到谁 还是return到crun time 然后再由crun time 去呼叫对应的系统呼叫去结束 这个东西叫做正常结束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希望做一件事就是 不正常的结束 就是说我这个系统呢 已经在崩溃边缘了 所以我不想要再回到man 也许已经回不了了 所以我就直接要求 要求这个系统去结束 然后注意到 abot要能够成功 它其实需要作业系统 还有crt的支持 才能够做到这件事 你先记这个节目 等会解释一下这个东西的运作 好 那所以你看到 我最后就等一下 最后就呼叫 所以就不再执行了 好 然后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名字叫做handle 它就变handle了 认真看看怎么注册 这个东西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handle 叫做non-portable 这边来讲话 有个注册 好 然后这边来讲话 你就可以 就要看你怎么用 比方说你可以呼叫到这个handle 那我就要求去执行它 那最后会呼叫abot 但是也可能这样 事件触发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说比方说我透过底下的handle 然后 所以你看 真的好玩的 这个地方 我们遇到这个什么呢 遇到这个sigv 所以我就是 注意到它有两个什么 两个参数 一个是它的编号 一个是它对应的handle 所以我去注册 注册什么呢 注册sigv si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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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不是跳到上面那个 是跳到这个 好 那 而且跳进去的时候呢 我还去指定它的形态 比方说这个 是浮点数啦 或是什么 这个 illegal instruction的话呢 我就 我就 我就会指 我就呼叫这个 quick exit 好 那如果不是这个的话呢 我就这样 我就是去 呼叫 预设 注意到这个有什么 有个 预设的一个 default handler 去做它对应的事情 好 好 那当然有可能会注册失败 所以印出这个 注册失败的状况 好 然后 同理 当我这遇到什么 遇到terminate的时候 就说我这个 有要求要去terminate的时候呢 比方说一点点 这个 不再执行的时候 好 那我就印出 印出什么 去 回去 也去注册 也用同个handler 那 那我们会这边来讲话呢 也可以怎样 也可以去忽略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 signal handler 也可以有东西叫什么 这个 这个东西好玩 如果我们在signal handler 来讲的话呢 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被忽略的 所以 如果 直去好像扭上去 所以如果呢 你去指定一个sig ignore ignore 这个ignore的话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要求呢 去把这个特定的signal 去跳过 好 那 我们刚才有讲到default 注意到好 Default这个东西呢 是可能会有些可惜性的问题 然后呢 呃 最有名的这个可惜性的问题 就是 Windows 啊 虽然Windows的号称是 遵守标准的 但是很尴尬的地方是 7元的这个 就是在Windows上那个 Microsoft的这个 开发工具上 很麻烦 就是这些signal handler的行为 就是会有些落差 啊 啊 而且不是只有Microsoft Windows 好了 其实在不同的这个 作业系统改版 啊 这些都会有落差的 啊 所以你看 他会跟你讲说 一开始的unis 这个是怎么设计啊 那后面呢 又有一些什么变更啊 比方说signify BSD 啊 然后那个 那什么什么 Windows又做了什么事 注意到 请你看 请你花一点时间看一下 这底下的描述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 要考虑一体还蛮多的 好 然后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一个一个注册 好 那反过来也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东西 宣告这么复杂 好 因为他难的地方在哪里 他难的地方在handle 好 所以看到 这个handle的来讲话呢 他输 他 他本质上呢 是一个什么 注意到啊 这本质上 这个东西是一个 function pointer 最后记载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很特别 这个数字呢 指向 一个韩式 的位置 好 那这个韩式呢 他其中又 要求一个什么 要求一个 integer 当作输入 然后呢 他没有返回值 好 再来什么呢 再来还记得看看 看这个吧 好 所以现在看最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拆解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在注册的时候 注意看使用 使用是什么 使用是这样使用嘛 就是我有一个编号 我有一个什么 我有一个handle 所以那个handle 那个handle 有可能长的吧 就是有可能长这个样 handle在这里嘛 就长 就长上面这个样 所以你看 这个handle 用function pointer 代入进去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里 好 所以这边标示出来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嘛 就是讲这个 好 好 然后呢 这边 integrate 就是 底下 代表说你要注册的一个编号 好 那 整件事好玩地方在哪里呢 整件事好玩地方在说 我们的 最后 其实有个什么 它是会有一个 反 就是我们在signal来讲的话呢 来看一下它的返回 要返回什么呢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返回什么呢 这里 这个signal呢 最后会返回 会返回一个地址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啊 返回这个signal handle的地址 好 那有可能会返回这个什么 返回这个sig er 就是说它如果遇到错误的话 好 而且遇到错误的时候呢 会有个东西叫erronumber 好 注意到东西啊 erno 他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什么 是 是有定义的 好 f的 erno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你只要有include 这个erno.h 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 痊愈的 你就会看到一个痊愈的这个 的 变数 然后这个痊愈变数 会指向上一个什么 上一个错误值 好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好玩 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要如何知道一个function call 啊 一个操作呢 是失败的 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l number的这方式 来干嘛 去把它找出来 好 所以你可以想见着说 为什么这个什么 为什么刚刚那个 这东西长那么复杂 为什么这东西长那么丑 因为它有回传值的 好 所以你看得出来是什么 其实这样子写 最后它就是一个回传值 而且这回传值本身 就是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function pointer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这个要有一个信号 对不对 你要有这个信号才知道 才整个声明它这个function pointer 好 那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signal 最后它回传东西 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好 所以它要加一个这样的信号 去写一个方式 但是它的这个输入 是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整数 然后表示它的signal 就在对应到linux 就是1到64的数值 那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 是另外一个function pointer 这个function pointer 是我要注册的一个handle的地址 好 好 当然这件事理解到起来 好像没那么困难 但是看起来就真的很恐怖 真的会笑到吃手手 对不对 但是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 我们善用type define 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 当初为什么要设计type define 这个东西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层设计 可以专心聚焦在这个 有趣的地方上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只要你type define 完之后呢 就可以改型 来动一下通脑体操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替换过程 所以这个type define 最大的 厉害的地方在什么 它把这个很复杂的东西 把它可以让你 用简短 可以让你更聚焦 所以像原本这个写法 你乍看看不出 它会回传一个新 回传什么 回传一个function pointer 但你这样写 也就看得错了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所以就 我也会回传一个function pointer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那刚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signal handle的注册 然后呢 里面呢 有一个有趣的学问 这个学问在哪里 就是叫quick quick exit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你在这个程式码没有找到quick exit 好 这边有个提示 因为这是合法的西医程式 如果你去找的话呢 这个quick exit是在西医之后出现的 就是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种议题 而且更麻烦 更麻烦的地方是它背后的学问也是蛮大的 好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只要呢 在CEE之后呢 的sddlib 就把这个quick exit 那这个quick exit是什么呢 看到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我们是要求这种程式呢 去结束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结束的时候呢 是 不会 完整的把这个资源清除掉 好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 诶 这个东西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Ezit 有什么这样的差异呢 你就要去思考一件事 正面讲的quick exit 就跟 跟Ezit的差异就在于说 Ezit 呼叫的时候呢 会尽可能尝试 去把这个资源释放掉 好 所以比方说像刚才 像刚才举个例子 比方说Pipe 对不对 Pipe来讲的话就是说 我 我假设一个程式 已经 已经不再有效了 好 那如果我遇到 中间遇到失败 重要 我要求去 离开 那在原本的这个程式行为是 我也要求去 去释放资源 好 然后所以你就要去比方说像 关档了啊 好 或者说去通知另外一端 说我也不再不再有效了 啊 你完全去设计这个情境要考虑很多 但是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呃 我们再不用把这个资源 去把把清掉的情况下啊 就是这样去 结束这个原本层次之行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使用啊 就是它实用很单纯嘛 就是比方说这个 好 就是说我这边我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好 另外在这里啊 就是因为它的资源使用 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好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 呃 叫做 叫做 这个 这个其实它对应的 就是 呃 在西一之前呢 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 那这个就是对应到 对应了 QuickExit的 就是版本 就是有at的版本 这个东西叫 好 这个东西我们在 哦 我先找错了 按错了 要再找这个 at Exit 呃 有什么 差到 找 就是说在这个 哦 被人家拼了 要加那个 很久没有呼叫这个 好 那 at Exit的话 注意到呢 就是说我们会去注册 好 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注册一个function 注册一个function呢 就是说 当我们在离开 离开 城市执行的时候 好 那 注意到我们讲这个离开 是什么时候离开呢 是从那个西弱胎的观点来看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是透过这个 这个 或者说 或者说 在曼韩式 都会呼叫到 好 那这个事实很有趣 就是说 让我们改变我们城市执行的顺序 所以你看哦 在 at Exit 这种东西出现之前 其实你要去想 哎我这个东西最后呢 我要怎么去做善后 但是只要有at Exit 被设计的时候 就是会这样 只要你有办法呼叫到 Exit 那这个 at Exit 这个原本注册的方式 就可以这样 被执行 然后 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at Quick Exit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 它就是一个 一个 快速的版本 就是说 我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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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这个 完整释放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我一开始先去注册 就是去注册之后 待会在 Quick Exit的时候呢 就会 不交到F1 跟F2 所以这边来讲 就会有什么 就会 就的确有什么 的确这个有F2 那F1 也被执行 那这东西是 CE的这个规范 所以有这样的东西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做什么事呢 你就可以去思考啦 这东西对我实际的用途是什么 所以就会这样 我们可以 我们刚才来讲话呢 我们在什么 在这个 Signal Handler来讲 就是 我们就 就做这件事 好 那当然 你也可以把它换掉 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 用这个 Exit 然后注意到呢 在Exit有分有底线的跟没底线的 这个东西有点有学问 好 来看这个东西 它有分 有分什么呢 有底线 小写 还有 有底线 第一个字大写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东西 学问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 这个 在 C99 C99 之后呢 引入一个东西叫 小 大写的 edit 然后在那之前呢 其实就有这个东西了 好 然后 这个大写这个edit呢 它的功能是等价于这个 你说有等价的东西 为什么要发展呢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在不同的平台 这个 在不同的平台会有些落差 那所以在这个 C元开始呢 从 C99开始呢 就开始有 定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不同的平台 比方说Linux BSD 或者Lindos 这些东西都有行之有年这种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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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可是这个Function的行为可能会不同 那所以呢 后来这个C99以后呢 就做一件事 就是尝试去定义这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小写是用 怕话不混淆 它就可以定一些大写的 那这样东西其实还蛮多的 在这个 尤其在C11之后呢 像什么Atomic系列的 就是 就会有啊 C11 Atomic C11以后的Atomic呢 就 就变得很有趣啦 就是说 有没有看到说 它会有这个底线 Atomic 这个 你看这个形态 注意到喔 它的底线 大A 那 这种风格在C99的年代就出现 直到C1的时候呢 怎样 又把它发扬光大 那 注意到呢 这个Atomic系列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样 就是尽可能 及早的 及早的去 去离开 那因为我们 刚刚讲过 正常离开应该要做善后 但我们这边就是及早离开 那 当然你说及早离开的时候 有可能还是要做善后怎么办 就 就刚刚讲的 就是用到什么 At Exit 那个 At At Quick Exit 那个版本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再继续看 这个东西好玩的 就是说 因为 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就是说 标准化的C语言 它其实只有六个Signal 这六个Signal显然不够用嘛 就是说 以这个Unix来讲话 这不够用 因为这是标准化的过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么叫标准化 标准化往往就是找 最大供应数的一个过程 就每一家公司都会有不同的扩充 那每家公司也希望说自己做东西可以标准化 一旦成为标准化之后 它可以变成采购标准去限制别人 或者说 我原本呢 我跟另外一家公司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就是说 这家公司能做的是我能够做 那我能做的其他公司呢 其实也差不多也可以做 可是呢 如果呢 我有个秘密武器 那这个秘密武器呢 我通过标准化的力量 让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短期内 会变成采购标准 短期内变成说 你要加入某某联盟 或者是说 支持某某功能 我们才能够 才能够被全面的 从政府啦 或是从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 能够广泛使用 那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想 这其实透过标准化 创造一个门槛 因为对方没有察觉到这件事 或者是对方 他察觉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 会在某个时间发生 所以就是在商业上 会是一个 拉开距离的方式 那如果说呢 你可以持续透过这种手段 去拉开距离 那其实就是 你可以去领导标准的发展 那其实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一个 先行者的一个利益的回报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讲的 比如说一流的公司做标准 就是讲这句话 那可是问题呢 就是说西元这个 定义这个Signal 这么有限 所以实际上呢 在这个Posites的标准 直接跟你讲什么 你应该改用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Signal太难用了 改用另外一个东西叫 SigAction 注意到 这个是Posites建议的方式 那这个东西的 就是它的标准是从什么来的 来看一下 Conformance 这个底下是 注意到 SigAction就是 它是非常复杂的系列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变动很大 这个Conforming Conforming 它是讲这个Posites的标准 Posites2001跟2008 还有这个 注意到 这个不能 不是念SV 这要念成System File Release for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SigAction 其实它出现一阵子 而且它在Posites来讲 会标准化 那重新看一下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 它做的事情是 把前面讲的SignalHandler 再把它扩充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这个参数就不太一样了 在原本Signal的写法是什么 一个Signal Number 然后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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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Pointer 好 但是呢 后面来讲话 它其实这个SigAction 其实它有三个参数 好 这边的SigAction 显然都是Function Pointer 这是没什么争议的 但是呢 会有分 这个 ACT跟 oldACT 所以注意到这东西 好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本质上它是一个系统护教 而且这个 这个 这个系统护教呢 它比这个 原本的Signal更复杂 因为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Signal 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尝试跨越多个平台 提出一个最大供应数的 那这个SigAction 就是反映到 这个作业系统本身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是 Poties特有 注意到 西元 是一个很小的集合 那Poties 再把西元 再把它扩充 然后 这边来讲话呢 透过这个SigAction 做事就很复杂 它就不是只是说 注册对应的动作 甚至它会有Mask 它有更多的Flag 所以 刚才像我刚才搜寻的时候 比如讲Synth 就是讲说 每次Ninus 在改版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怎样 都会变动 到4.6的时候 这边还有变动 有些不同的栏位 不同的行为 甚至跟什么 跟什么 跟什么 呃 技术 跟处理器的架构有关 然后 这边还有更多的一个规范 比方说 有什么 有Riotime 然后这些东西都写得非常复杂 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看 有可能会不得其门而入 然后这些东西还跟那个什么 跟这个 计算机结构有关 然后 但是反过来说呢 这也是理解系统运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因为它就是 就是把很多不同 不同的东西把 把它这个 把它串接起来 好 然后呢 所以如果说你改用这个Sig Action的话呢 你可以用更多的这个 支援更多的这个Signal 好 而且你的你的那个处理的方式可以可以更有弹性 好 所以注意这些东西 所以Posits呢 它就定义了更多的什么 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Signal 所以 从刚才前面讲那个Posits 所以七元那六个Signal以外 标准化六个以外 其实在Posits的Signal是很多啦 什么什么Bus Hold 然后那个 这个 嗯 Hub Kill JuC 这种很多 好 那接着来跟大家谈 谈另外一件事 就是 就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Signal 我平常写程式都不会 不会当掉 那我为什么要用 这个东西是有点学问的 来跟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写的程式 然后最近写的东西呢 叫做 最近呢我写的一个程式 叫 为什么看不开这么久 好 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 好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 刚好有一个 我之前写的一个程式 叫做 这东西叫做 麻祖Editor 那中文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 麻祖编译器 那这个 这个麻祖编译器呢 它的最主要的诉求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 非常精简的一个Editor 但是这个Editor呢 算精简 但是它 该有的功能还是 基本的功能还是有 就是它还是可以存档 废话当然要做 可以关达 可以离开 然后它可以搜寻特定的字串 然后可以去复制一整行 然后剪掉一整行 然后贴回去一整行 那当然你要Page down Page up 这些或是说 按Home End 这些基本上都可以 那最关键方是它的程式码 还不足1000行 好 所以这个 你可以在 就是它的程式码 现在大约是这个 900多行 那 这个东西呢 有确量在哪里呢 它里面也会有SignalHandle 好 所以你看 我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就注册两个Signal 那这两个Signal呢 好像看不太懂 就是说 这个Signal有两个 所以你看我们用什么用 一开始去Include Signal.h 然后再把我想 我在意的Signal 然后去把它这样 设定对应的Handle 所以你 你虽然没有看到完整的程式码 你猜一猜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出了什么 这个对应的事件 好 这个事件呢 你看这个东西有点有趣 你说这个事件呢 它的什么 看这个XY 是不是 它范围是不一样 然后最主要看到底下 底下跟你讲说 Refresh Screen 猜得出来什么 这个更新画面有关 那同理来看这个东西 虽然你不知道这Counts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看 这东西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这最后也是更新萤幕 这个东西跟我的目前画面 跟我现在目前的设定有关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程式的作用在哪里呢 如果你把这个ModuleEdit 把它编译去执行的话 它执行起来像这样 好 所以你看 目前是一个全萤幕的状态 然后这个画面看起来解析会比较大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小 这个变小 然后变小之后呢 所以你看这个变小之后呢 这个什么 这个状态列 比如说我要 状态列 它又重新画了 然后呢 同理如果把它这样子重画 再点开这 这边就是会重新绘制 所以你看得出来 刚刚那个Signal里面呢 一定有一个怎样 一方怎样 是重新绘制萤幕的 如果它没有重新绘制的话 刚刚那一整行肯定 你看到 这个东西显示在这边来 对不对 如果呢我没有重新绘制的话 刚刚那一整行一定会怎样 一定会卷页 会把它卷到下一行去 会盖掉这个蓝色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处理的还不错 就是这样 因为它会重绘 所以重绘的话 虽然这个看起来怪怪的 对不对 看起来就是说 看起来没有那么 当然画面小时候 没那么漂亮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边还是对齐到右边 就看到这些东西 这个右边有个时钟 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 它就对齐到右边 当然有可能会显示不了 你看这边来讲的话 不管我怎么拉 所以这边来讲话 你看出什么呢 看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在于说 我们去找这个 找signal 我们找signal的话 就是可以很快看到 一开始在includesignal.h 对不对 后来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显然看到 目前编辑的这一行 其实它对应的对应是什么 就是一旦有这个 你画面解析度变更的时候 就是更正确的说法是 一旦terminal的宽度变更的时候 我就怎样 我就执行对应的Handroid 所以这导致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就算你的程式是一个单工的 单执行区的程式 但是一旦有这种事件出发的时候 什么事件 就是这个终端机有变化的时候 那我就跟着实行 所以我执行程式的 就不是一条线的去执行 对不对 所以我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不会有特定的事件 我就做特定的事件 然后否则就这样 否则就继续走下去 所以请各位继续支持这个Module Editor 所以这个 最主要对我来说 就是要做一个教具 因为在我这个 我的课程里面就会用到 比方说像我这一次的直播 就讲到这个Module Editor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那如果说你把刚刚那个东西拿掉的话 就会发生一个悲剧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这个Module Editor 我们如果我们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刚刚那个Signal 如果不注册的话 那整件事就会有点尴尬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卷 或者是把它弄下一点 你会发现尴尬对不对 就这样 就变两堂了对不对 你看这个更惨对不对 这个完全不是我们要的对不对 所以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讲的话 因为我没有注册那个Handle 所以从头到尾 就会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这个 因为它画面没有重绘 所以画面没有重绘 所以画面没有重绘的话 就会这样 就会像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种 例子之外 就会有这种换团 好 所以这个我们为了做到这件事 其实就是 所以大家看到 Signal Handle的一个强大的地方 它可以去改变程式的那个 知情跟顺序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讲那个CSAPP 那CSAPP 第八章呢 其实就花很大的篇幅 跟各位介绍这个Esset Handle 那当然以这边来讲的话 时间不允许 让我们介绍那么多 那这边我就帮大家画几个重点 挑一些相关的议题来讲 挑一些议题来探讨 那在CSAPP讲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 就是讲这些各式各样的例外处理 然后所以这边就讲这个 我们怎么怎么去处理这些例外 以及这些行程 这些unis上的行程 到底比之间是关联在哪里 然后你会发现Signal是一个 让这个划写之间有关联 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机制 那以前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程式的执行 就是一道直径接着一道直径的执行 然后你CPU里面有Pipeline CPU里面会有这个 Instruction Fetch Instruction Decode Instruction SQL 还有这些操作 可是呢问题来 往往这个让程式执行 不是我们期待的 因为执行就是有例外 就像我本来在今天晚上 就是要来直播这个讲座 但是为什么要延后呢 注意啊 这不是我的错啊 因为我们就是火灾警告 在火灾警报的 想了半个小时 所以对我来讲 我只要等 等警报结束 那这就是一个例外 只是说这个例外 对于这个 我们遇到的状况有多严重呢 这要看 看这个 看你所处的情境而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件事来讲说 我们其实这些所谓的这个例外呢 它其实从系统层面来看 它不是只看你的演算法 不是只看你目前的程式 而是看说 从一个系统 就是说 你现在程式 是执行在什么环境 这环境里面有哪些因素 那些因素呢 那会不会有其他的软硬体呢 会有交叉影响的 对吧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画面中提到 就是说你的 呃 磁碟操作啦 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这个 呃 你的网络啦 那出租谁这个东西 有没有风暴进来 我说 这个指令的执行的时候 有没有触发这个 除以零的这个例外状况 或者说 使用者有没有按下Ctrl C 或者像刚刚 执行那个Module Editor一样 执行这个Module Editor的时候 你如果去改变Terminal的那个大小 对吧 他应该重绘的 那如果不重绘的话 很显然是他终于不能用 那或者说我特定的那个Timer 是不是 是不是反Timeout了 我们施定的时间 比方说 我每一秒要触发一件 做某件事 所以 我在0.5秒 0.7秒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没触发 但是我到下一个一秒的时候呢 就要触发这个时候 他就会 他因为触发这个Timeout 或者这个 或是Espire 那我觉得应该做对应的动作 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 Ctrl Floor Esectional Control Floor 那所以在底层来讲的话 就是对应到硬体的 对应到CPU的行为 就是对应到CPU 对应到作业系统 就是Esection 所以方法说是一个 你讲那些什么 Page Fault 它是一种Esection 然后呢 你讲那个硬体的中断 本质状态也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种Esection 那作业系统呢 就要去拦截去处理这些 这些Esection 那如果说从高阶的观点去看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比方说会涉及到 判施Canday Switch 比如说 我有一个中断发生的 或是一个Esection发生的 那我就应该跳到特定的程式去执行 然后再来是说刚才提到这个Signal 所以这个Signal 是从作业系统观点去做的 那所以Signal本身它存在就是 就是对底层Esection 做一个什么 包装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程式执行是这样 就是说 我原本 左边是UserMode的执行 就是它会 有个期望的执行路径 但是呢 就是会有一些例外 比方说按要Ctrl-C 或者说 执行的时候 遇到一个除以0的一个错误 那我遇到这样的错误的时候呢 我课论里面要做什么 要做处理机制 因为课论里面就对应了这个 处理 处理 像是一个处理中端的 处理这些Page Fault 不管是做什么事 那这种处理完呢 再返回到使用者 乘级的程式 好 所以先看到这个 好 那这个 到底作业系统怎么去做呢 它不可能凭空去做的 所以在硬体的架构来讲 要有个机制 要能够让我们去注册 Esection Table 那这 Table 里面 就放各式各样的Handle 注意到这样东西我就称为一个 叫做 Vector 就是那个 你以前学数学的向量的字 什么叫向量 有方向 有大小 所以也就是说 我知道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结束 这东西就 Vector 然后再 这个 连续的摆着 好 好 然后呢 这个 Esection 有分 有分这个同步的跟非同步的 好 那同步的话 就像大家讲那种 那种像Page Fault那种东西 好 那有非同步的 就是说我在执行过程中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 但是 但是一旦出发的时候 我就跳到另外一段 比方说挑到这个 Intra Handler Intra Handler 或者挑到 Intra Service Routine ISR 上面去执行 那 如果 如果来看同步的部分 同步的话就是分这个 像什么 Trap Fault 所以注意到 这个 在每一个CPU架构 名词会不太一样 那 最经典的东西叫Trap 那Trap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System Code 它也可以是一个软体中段形式存在 然后再来是有这个 这等一下就稍微看一下 那 注意到这个用语 在每一个CPU架构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那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你知道吗 台湾的研究所考试 有时候会考说 什么叫Trap 什么叫Fault 什么叫Bolt 有时候考你定义 但是如果你 先准备了台湾的研究所考试之后 再去读一些 On的手册 那你会发现 有点尴尬 因为研究所考试 花很多力气背的东西 其实 其实 手册 不太在意 另外就是说 这边来讲 像这个系统呼叫来讲 它会有对应的编号 然后它会有对应的这个 新Code的那个名称 然后注意到 我们刚刚讲那个 底线那个Exit 在这个Linus上 这下其实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系统呼叫了 然后 那所以呢 比方说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当我去呼叫一个系统呼叫 就是Open 那Open 其实有两种形式 一个就是 高阶的Raper 就是说 我把它包装成C语言 在我们之前讲 那个 你所不知道的C语言 韩式呼叫片 就是讲 Function Code 是叫Coding Convention 所以我们把系统呼叫把它包装成一个C语言 可以接受的Coding Convention 那这个东西叫Raper 那底层呢 对应的东西是什么 对应到这个 画面中看到一个什么 画面中看到这个 编号2的系统呼叫 那这个系统呼叫 最主要存在就是说 我会触发一个什么 触发一个软体中断 或者触发一个Trap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处理器的模式就会切换 会从原本的User mode 切换到Knomo 那一旦切换到Knomo 之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编号读出来 那编号存在哪里 比方存在Rx这个暂存器里面 所以Knomo里面呢 他一旦从User mode 跳到Knomo之后呢 所以Knomo就把Rx暂存器里面的字读出来 然后知道说 原来我是要求是哪一个编号 所以Raper上面虽然是写一个open 但是实际上我们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是编号2 所以从暂存器Rx读出2这个数字 读完之后呢 去看出open背后需要哪些什么 参数 就是把个别的参数把它读取出来 然后把特定的东西 做档案的开启 开启 那开启完之后呢 会有一些状态吧 比方说开启成功 就要回传一个什么 file descriptor 当然有可能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open失败 对吧 你还要去返回别的词 好 像这样 好 然后呢 另外一边就是什么 page4 所以你看到 像右上角来讲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什么 就有一个 配置一个空间 它有什么 它有什么 它有这个 还有这个 1000个 integer 然后呢 我存取这个空间 这个 乍看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每次的那个user的程式 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这样 因为 这些资源 是作业系统在管的 所以 像这边来讲话 就是说 我就是存取资源的话 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存取资源的时候 目前没讲 目前为止来讲 没有这个对应 在这个 作业系统来讲话 它是page跟page之间的观点 所以 所以呢 当我呢 在这个page跟page之间的观点 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呢 就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要出发一个page fault 那page fault handle 其实不难 就把这个 就是如果它的位置呢 是在什么 放在这个disk里面 或者swap里面 我就把它什么 把这个 从disk里面 把它 把它堵取出来 把它放在主机体 那当然这个东西 涉及到这个swap的状况下 才会有 当然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状况 就这样 是无效的 主要好 上面是会成功的 它不是发生fault 就会失败的嘛 而是 page fault 本身是一种 is section 是一种fault 那我有 is section 就是做特定动作 所以注意到 不要被这个字骗了 发生page fault 不是用于 这是坏事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我存取的记忆体呢 它可能放在这个swap里面 有swap去管理 反正我一定可以读出来 只是花了时间比较久而已 是ok的 这本身不是什么严重的 不是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有一种状况就比较麻烦 对 这种状况是什么 就是说 比方说我这个page的空间 是1000个整数 但是呢 我硬要呢 在5000个整数的时候呢 去干嘛 去存取记忆体 那这时候就有个尴尬状况 就说我呢 这边来讲的话呢 一开始我会触发一个page fault 的一个什么 Handler 但是后来呢 我们跟MNU沟通之后 发生什么事 这段位置根本就是无效的 所以这时候无效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是返回一个地址 返回一个空间 就告诉说ok不行 这个东西这样 就会触发一个什么 就触发一个signal 这个运作原理 那这边给你一个提示 在这个Linux核心设计的线上讲座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单元 叫做虚拟记忆体篇 不是虚拟 叫做机体管理篇 对不对 有个机体管理 你可以参照里面讲的 那机体管理又会讲到这个process 所以你可以教它看一下 为什么它叫做segmentation fault 这个有它的道理 好 那接下来就讲这个process 这个我们会忽略一些议题 这个process 来讲的话 它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多功能 就你们看 我们讲这个multiprocessing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illusion 那讲到illusion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幻象 它是一个想象中的样子 注意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讲个 补充个词 有一句话很经典 这个Douglas Anders 他们讲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time is illusion 就是时间是一个假象 而且这个午餐时间 更是这样 更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假象 就是吃饭嘛 你开心的时候就觉得这样 就想象时间过得特别快 但是不开心的一个人在 在埋头吃饭的时候就觉得 哇天哪 这时间过了这么久 对吧 就是吃饭吃得不良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这说明什么事 这说明了这个时间 其实是一能而定 以前爱因斯坦跟卓扁林做一个实验 这两个人是好朋友 我也忘记为什么这两个人是好朋友 反正就是爱因斯坦跟卓扁林 就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就是 卓扁林本身是个大帅哥 虽然他演的戏有点夸张 本身是个大帅哥 所以他的老婆呢 其实也蛮正的 这个大美女 那爱因斯坦就想要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 就说 既然卓扁林的老婆是一个大美人 那如果说呢 这个爱因斯坦盯着这个大美人看 那会不会时间过得会特别快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这个 在冬天 你坐在火炉之上 就是一屁股 就是都烫烫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 就是过得这个实验过得特别久 那后来呢 爱因斯坦就从他人体的实验证明这件事 就说其实人对这个时间界定是很难说的 你看 看着大美女 看一个小子都觉得好像没有过很久 但是呢 这个 在那个火炕上面 哪怕只是一秒的屁股都很难受 所以就讲这个 Time is an illusion 就讲这句话 那从这句话里面呢 隐含知道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呢 难得在哪里呢 作业系统 你要怎么去配这些资源 那在这个 Linux核心设计 计这个讲座里面呢 我们讲的这个 排成器 那可以知道 排成器本身呢 你可以把它 试做成数学上的一个function 那这function做什么事 把这个 人们所期待要做的事情 跟真正的资源 做一个映射关系 人们想做的事情 会很多 就像画面说看到这个 我永远就是想要做一大堆事情 所以我在每一个process 就有大堆 它有对应的memory 每个process 有独立的address base 然后呢 甚至呢 你可以讲这个 每个process 它执行的时候呢 它可以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各自独立的CPU 那可是问题来 我想它执行的程式那么多 可是呢 真正有效的CPU只有很有限的 对吧 就以我这个例子来讲话 你算你觉得说 我现在在听课 我现在在参与这个新浪课程 可是难道我的电脑里面 就只有画面中这个浏览器在运作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一定还有个什么 专门在录制画面的程式 录制我声音的程式在做 对吧 还有这个处理网路风暴 那甚至呢 可能会有些讯息会弹出来 对吧 这些都是额外的程式要去做的 可是我们想做的程式这么多 可是真实的资源又非常之有限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真实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对岸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做 梦想呢 很丰满 但是呢 真实很骨感 对不对 你看我期望说 我有一堆程式 都可以对应到不同CPU 对不对 但真实情况叫做 形形吧 对不对 CPU只有一颗 那CPU只有一颗 那CPU只有一颗的时候 我该怎么把这些东西把它对应 所以呢 我就会有什么 我就有contact switch 会有这种交错 然后呢 我就会有什么 我就会有这些 这些 除了交错以外呢 我就会 比方说有address space的概念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会有什么 我也会一些 一个机制呢 去通知说 诶我该排成了 我有个机制呢 会去通知说 诶我有很重要的任务排到了 因为 因为毕竟 我们是站在什么 作业系统是站在一个服务的观点 要服务上面的应用程式 那应用程式又是为了让人 存取到 电脑的时候可以开心 可以更聚焦在什么 任务本身 那所以呢 就会有这个机制 所以就是说 你会看到像这样 像这样东西 随着这个时间的变革 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然后呢 这个 呃 接着我们来继续讲什么 讲这个 刚才讲这个edit 然后呢 像这个edit很好玩 edit它是没有返回字的 你看 我要 它是 它是 它是呼叫一次 但是没有返回的 好 那fook这个东西很好玩 它呼叫一次 会返回两次 为什么会返回两次 因为一边是在parent process 一边是在child process 所以就是看到 因为它会建立两个 两个什么 两个 两个 就是 它最后会有两个process 它会建立一个新的 但是总共会有两个process 所以这个fook执行完 它的return到底是在parent return 还是在child 这很重要 这取决我们在哪里 好 所以呢 我可以用这个return value 去判断什么 判断我现在是在parent process 还是在child process 所以注意到 这个 在这个 unis来讲的话 有些东西真的很怪 好 这个东西可以搭配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fork 好 好 接着我们还是要讲 各位很在意的 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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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l 好 好 那讲signal之前 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就是要回顾一下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exection 它是存在的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从硬体观点 它是一个很低限的操作 那它 我允许在 允许呢 允许呢 不会 就是说 exection 存在 让写程式能可以专注在什么 重要程式本质上 那如果真的遇到一些 不可预解的问题 或者说 我没办法说明 它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没关系 那我就注册 对应的 exection 那用硬体 自己跳进去去执行 所以不管是去查询 它对应的这个 vector table 像是intravector table 缩写叫ivt 或者是去看 exection的table 反正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反正我透过硬体的协助 我可以再实现一个什么 在第一阶的一个例外处理 然后呢 细元的signal handle 又把这东西把它扩充 扩充什么 我就分别的 就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就去做什么呢 就各自呢 各自去操作 好 那接着我们终于可以 再来继续讲这个signal 这个signal背后的学问呢 就挺大的 这个signal背后的学问呢 它大在哪里呢 就大在说 要考虑一体还蛮多的 不过我们还是快速提一下 那 像这边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这个signante 就是当使用者 按钓C 那 C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被忽略 是可以被忽略的 比方说呢 比方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的module editor module editor 好 看下底下 Ctrl C 是copy 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 什么叫copy 比方说你在这一点行 输入Ctrl C 好 然后呢 你把它卷到比较下面一点 按下Ctrl V 就可以贴上 然后呢 你也可以同理 就是说这边按下Ctrl C 然后这个Ctrl V 复制贴上 对不对 这是工程师一定要有复制贴上 不然觉得很有失落感 好 那所以问题啊 以前我写程式的时候 不是可以按下Ctrl C的时候 可以离开程式 可是这个程式离开不了啊 对不对 诶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 对不对 所以就跟什么 就跟我们对这个 signal handling 的处理机制有关 所以我一定要去拦截 必要的一些signal 好 所以 欢迎大家来研究这个 module editor 那当然除了module editor 以外我们还有 还有东西啊 就是module cc module cc 是什么呢 module cc 也是一个非常精简的 一个程式 那它是一个非常精简的 C元 compiler 而且它能够支援部分的 C99规格 但是程式码还是很精简 给大家看这个程式码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这个程式码的话 那就是2000多行 非常精简的东西 但是不马虎 你是可以自行的嘛 你是可以自行 不马虎的程式啊 比方说这个程式啊 这个程式是那个 八个皇后的那个程式 就是可以去八个皇后求解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 module cc 来编译 你看看 用module cc编译这个程式 而且最后可以自行的嘛 层次执行的 所以这边就列出这个八个皇后问题里面 所有对应的解法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变动 所以你看 我今天 我今天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 不会跟其他皇后中大 同理 他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 也不会中大 甚至我斜着走 也不会中大 同理 这边斜着走 也不会中大 那你看 这个这样的程式呢 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八皇后问题 然后注意到 这边的写程式来讲的话呢 它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不是神奇的地方 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们看 跟着方形这样子 叫sub 那这边呢 也不叫sub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就是用法递毁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 这个for回圈的写法 这个for回圈的写法 就是说你可以把int 放在这边 就是它的scope scope的写法 那这个东西也是C99正式提供的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编译器 其实与时俱进 那就是还不错 所以 就是还算能够在简单的这个 很很少的这个程式码的篇幅里面 做到这件事 然后呢 然后我们有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 unit test 所以你可以来 来分析 所以实际上做什么事 比方说这个 test function 然后就在这边来讲function code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实际上它那个做的 做的操作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说呢 在这个 这个 我们讲那个signal 其实它 不是在你要做那种 不可挽救的状况才会去管signal 其实太多事要去管 比方说 因为我可能用到kannucy 所以我要不需要把kannucy 的这个注册把它改掉 然后或者说我需要怎样 我需要去变换萤幕 对不对 所以像刚才拉动萤幕的signal 这个东西就是触发一个signal 那一旦触发这个signal 我就要重绘 重绘我的萤幕 那 那接着我们来继续看这个cspp 第八章 好 那刚才已经有提过什么 提过刚才这个讲这个signal 概念 对 那接着终于来讲这个signal 对不对 好 signal 好 所以比方说在unis来讲有个很神奇的命令 叫kill 注意到这个kill不是杀人 都蛮好的 它是写法 send a signal to a process 所以你看 右边的说明很这样 很正常的 对不对 它就传递 传递一个signal 那当然 为什么这个kill 一开始用途跟现在用途是长这样 好 这个是unis的典故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历史故事 有人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讲课呢 都要怎么掉书袋 什么讲历史故事 注意到这不是我要强调这件事 不是我要故意这样讲的 而是unis是非常怀旧的 整个西元 整个unis的世界都是非常怀旧的 所以像kill 最早用的确是kill某个process 但后来人们发现说 我kill某个process的时候 其实就是送一个signal 所以我刚才把它kill扩充成 它除了可以去送 要求对方自杀的操作以外 它可以去送好多个signal 所以帮你说像刚才的萤幕要重绘 你要怎么模拟萤幕重绘 其实你可以一样 送个什么 送个这样的signal 去区域要求它重绘 那你使用者甚至可以去定义什么 定义一些使用者自定的一些signal 比方说这边有个signal user usr usr 所以比方说你看到使用者自己可以定义一个usr1 也可以定义一个usr2 就使用者自定义的 使用到c 然后目前我们是b带执行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终于轮到c的时候呢 那我就这样 c就会得到这个signal 那所以可以知道一件事什么 这个signal handling 是意味着 意味着排程 重新排程的要求 那所以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signal handling 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就是 程式执行的一些交错 然后而且呢 还涉及到什么 就是一边是 一边是传递 一边是接收 这是一种 但是也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忽略 像刚才提 讲这个signal handling的时候呢 我们也特别讲到什么 可以去忽略的 ignore 你甚至可以这样 signign 就表示ignore 所以说我忽略特定的signal 所以比方说有时候要忽略吧 比方说 不是像我们刚才editor的来讲 为了是做出开发者最爱的Ctrl-C Ctrl-V 所以我们叫Ctrl-C 就要把原本的Ctrl-C把它忽略掉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讲一些基础的一些观念 这个我们先挑锅 底下可以对照看一些 然后接下来看一个东西叫Default Action Default Action这个很关键 就像这个来讲的话 因为像Ctrl-C它一定会有个Default Action 就是你没有特别写 它就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反过来说 像我们刚才的Module Editor 所以为什么我要写一个Module Editor 就是为了要讲今天的课 你说这样会不会太累 是真的还蛮累的 就是过了35岁之后真的觉得 这样有点累 就写这个Module Editor 写这个Module Editor 真的还蛮花时间的 我整个周末都在写这个程式 只是为了今天讲课的时候 展示一下给各位看 不过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因为总是要写的程式 才知道怎么跟讨论程式 虽然有些人的技能很厉害 就不写程式 但可以变成讨论程式 我觉得这也是蛮厉害的技能 尤其在台湾 会被特别表扬 好 就是说我们这边讲一个 有个东西叫Default Action 因为往往很多时候 我们是没办法 也不需要 去把一堆的Signal都写 特别是你要考虑到这件事 我的Signal有那么多 在Units在讲 有那么多Signal 所以我该怎么去处理呢 所以往往 会有个东西叫安装 而且呢 一个Process在建立的时候 它就有预设 已经安装好的Signal Handle 所以注意到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实际上 在执行西元程式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想 CRT做的事可多了 或者在CRT之前 Linus process 在建立的时候呢 要考虑很多事 因为往往呢 我们真的在写程式的时候 是覆盖某个Signal Handle 或是跳过某个Signal 但是在我们做这些特殊的处置之前 这些Handle 其实它都已经被安装了 被设定好了 所以注意到这个观念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观念就是 Default Action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Puds的系统 建议说不要用Signal 改用这个SigAction 所以你也可以试着 拿到这个 Module Editor的这个 程式码之后呢 你可以试着用什么 就是Default Action去改写 然后送个ProRequest 我们来讨论 好 那所以接下来 就可以底下跟你讲到一些什么 它的那个 一些操作 然后大家注意到就是说 里面里面 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就是 比如说这个 A synchronous 的版本 那这个东西要考虑的事情 就比较复杂 你可以对照 看这个CSAPP的那个 第12章的部分 所以 第8章讲的时间 例外是处理 那在第12章的时候呢 就举到一个 那个 concurrency 讲这个 这个 嗯 并行程式设计的议题 那这个东西 要考虑的东西 比较复杂 这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涵盖的 那不过 你可以参照这个 CSAPP后面的这个 内容 然后去看说 怎么去做这个实验 好 那最后呢 给大家一个总结 总结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这个 从这个StringIO 到这个例外处理 乍看好像是没什么观点 但你讲到现在就比较懂 EF 刚好是建于中间的一个东西 我们做一个 EF 它可以当做个marker来用 当做个标识器来用 但是呢 它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又可以用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存在 就是 我假设一边是读取的程式 我不用一天到晚去问说 诶 到底还有没有 不用 我从头到底是怎样 反正我就读 读字远 那我有一天呢 我读到一个EF 好 那注意到 EF我们这边讲的是聚集 如果它是聚集 以后 一般来讲 它对应到一个负义的数字 好 总之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在一个合法的 一个 合法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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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八个bit以外 这个 这个 以外的东西 一个负义 这个负义显然是吧 不是在这个 这个asci里面定义 好 没关系 我就是一个 就是在这之外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就往往跟例外处理有关 所以你就知道 像刚刚那个 module editor 那个例子来讲 它肯定是有EF 给大家写下 好 而且 module editor 的执行长名字 就叫me me 那为什么 因为module要我出来选中途 不是 module要我出来把层子写好 所以比方说 你可以去对照看这边来讲话 就是 我们呢 乍看 如果你去找EOF 你是没看到的 注意到 这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让你没有发现 就是你去搜寻EOF是没看到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存在EOF 注意到 所以这个给你的练习 去想一下 它里面 在哪个地方处于EOF 你直接找EOF是乍看的 没有看到 但是 其实是有的 肯定有这个操作 不然你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该结束了 好 然后 这边给你一个小提示 就是说 对 一个更好的提示 不是去追程式码 其实有个东西 这边有个 有个教学 所以这个module editor 之所以能够写出来 是因为参照这个教学 它就很清楚跟你讲说 我们在设计一个editor的时候 要考虑到什么议题 那发生说 它的signal handling 该做什么事 好 那总之呢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让我们知道 什么事情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 彼此关联的 所以千万 不要小看EOF的存在 EOF的考虑议题 因为它 它是一个标注 那这个标注 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是 往往 它是 在某个情况下 或者某个条件 成立之后 我原本成是被打断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原本成是被打断的时候 往往我只能透过这个EOF 知道什么 比方说 我这个被打断了 但是我该怎么去做 对应的事情 你就要做 对应的这个signal handling 就像他讲的 去做这样的操作 然后再来是什么 在polis里面 有规范 规范什么呢 告诉你 如果你觉得signal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改用 叫stick action stick action 它可以做很多事 注意到 再给你一个提示 注意到stick action的参数 这个参数 它不是一个function point 那么容易 它其实是两个 所以 这两个pointer 其实好玩的地方再来 好玩的地方再来 它里面描述东西 就还有function point 所以主要这是pointer to structure 但是在signal 注意到 在signal来讲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function point 但是在stick action里面 它有个结构 就叫stick action 所以有个很讨厌的地方 这个名字叫做stick action 但是这个结构 也叫stick action 所以这个 注意到 这件事在西家家会出问题 但是在西元来讲是ok的 所以你看到 从1999年以后 西元跟西家家再也不相互 在西家家来讲的话 会要求 名文要求说 你不应该这样子 滥用什么 滥用名称 就是structure stick action 名字也叫stick action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在 西元来讲的话 可以去 会去定义 可以去 很容易去区分说 它是 我type定范玩的stick action 还是它名字叫做structure stick action function name 叫做stick action 好 anyway 就是说呢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 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例外 那当然有些内容 我是没有 今天来不及讲 就是说像这个什么 像这个浮点数 这个浮点数呢 也不是每个除以0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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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变成 变成粗 其实 其实往往的不是每个都会有的 这要看类型 会触发那个signal的东西 我们知道是什么 叫做signal signal signal not number 那所以 比方说像那个 比方说5除以0 就是像这个东西 但是某些东西除以0 是ok的 比方说0除以0 或是无穷大 除以无穷大 这ok的 这个东西叫做 叫做quiet not number 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 不会触发 exection 那反过来说 会触发exection 这叫做什么 叫做signal not number 所以你要 你要什么 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 这个是一句 i351 754 7.2解 你可以去 脚查看一下 好 所以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议题 你可以大概思考 思考说 我们今天要写一个 输入一个专业的程式 好 不用说专业程式 哪怕是 module edit 这种等级程式 今天要讲清楚这个东西 它是一边的输入 一边的输出 对不对 以那个module edit 来讲 它就是这样东西 所以 为了要讲课 要自干一个editor 其实还蛮累的 就是让你体会到 画面这个样子 所以你的打字 那我要怎么更新在画面上 那我怎么知道 该完成了 该做的那些动作 而且我该去忽略 某些default handle 我做完这个之后 那我要有个提示 比方说像module edit 你说我按下Ctrl C 不能结束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那我就要注册别的 按下Ctrl C 不给我结束 按下Ctrl C 不给我结束 按下Ctrl Q 那为什么Ctrl Q 可以离开 对不对 来想想 肯定有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 it 所以 不是这个 这个 所以比方说按下Ctrl Q 你们觉得这个程式法写的很容易懂 对不对 按下Ctrl Q 然后问说有没有修改 如果有修改的话 就等一下 弹出一个 不是弹出一个 在底下会显示一个提示字串 就说 这已经被修改了 你是不是要确定要不要改掉 好 所以看到好文件在哪里呢 好文件在哪里呢 它有呼叫做 exist 那这个exist 是有散后的 所以这边还会对应到 add exit 好 所以我当我在 在离开的时候呢 我呢 去 去 变更 那这边来讲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可以对照 刚才讲的一个 有一个tutorial 那简单说 它去把这个 目前的画面还原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module edit的执行之前 会有一个这个terminal设定 好 那在module 执行 module edit的执行完之后呢 就会有个新的全新的版面 那当我离开的时候呢 就回复到原本的版面 所以你看原本是长这样 对不对 那module edit的执行 做很多事 打很多事 反正我离开 好 就还原到这边 那不要小怪那件事 这个东西呢 也跟什么 也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例外处理不关 只是说呢 我们是走个正常流程 那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有这个正常的离开流程 也有一个 非预期的 需要透过额外的signal handler 去做的一些什么 离开流程 甚至还有quick版本 对不对 就是我今天怎样 我今天去 就是尽可能避免做这些善后事情 就及早离开这种 好 那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的考虑 就是这么多面向 然后希望呢 大家之后呢 去看一些开放原始 把它赚好 我们来不及讲的部分 不过没关系 之后我们再补充 就是我们在这个 如果你有注意看这个 我们在 你所不知道西元 它其实就一直更新的 就是我 希望每次讲都比之前更好 然后补充更多资讯 所以你大家有这样概念之后呢 你可以开始干嘛 开始去搜寻程式码 那给了各位一个提示 你搜寻程式码的时候呢 你不要只搜寻EOF的嘛 你要搜寻 比方说你去搜寻 里面有没有什么 F EOF 像这个 然后呢 甚至你去看什么 甚至去看说像那个 明明就是 只需要Integer去摆放的东西 对不对 只像一个byte去表示 为什么要用四个byte 特别去看一些系统呼叫 特别去看一些标准韩式库 你看的过程中可以去思考 它大概有什么用 好 那么这次讲说到这里 我来看看